北京議員 北京議員 直播 北京議員 議員議員 北京議員 議員議員 議員議員 報告委員會 出席委員 11 人 議做法定員 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 第十九次全体委员议事录 时间105年6月2日 上午98分至12时14分 下午20时30分至53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事 初席委员 林委员 丽禅等15人 列席委员 陈委员 廷飞等39人 列席官员 行政院常务副秘书长宋渝霞等 主席黄昭级委员昭顺 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决定确定邀请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等 针对土地转型正义 社会住宅租屋政策 都市更新等土地政策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执询 另请国防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财政部派员列席被询 本次会议经行政院常务副秘书长宋渝霞等报告 委员陈超明等24人提出执询 均经行政院常务副秘书长宋渝霞等 及其答复说明 另有委员徐真卫等提出书面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 决定一 说明及寻答结束 二 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尽数以书面答复 临时提案第一案第二案均决议照案通过 第三案决议 第三案第四案均决议 除将原请财政部修正为原建警主管机关 及两个月修正为三个月外 于照案通过 第五案决议照案通过 第六案决议 除将原请内政部邀及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举办公听会 检讨市地重划之相关规范 并修正平均地权条例市地重划实施办法 及奖励土地所有权人办理市地重划办法 强化民众权益保障 于两个月内提交本院内政委员会及提案委员 修正为原请内政部于三个月内 邀及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举办公听会 检讨市地重划之相关规范 并研议修正平均地权条例市地重划实施办法 及奖励土地所有权人办理市地重划办法 以强化民众权益保障外于照案通过 第七案第八案军决议照案通过 散会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会议的意思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错误跟遗漏我们就确定 那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请秘书先读 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三案 审查行政院 含请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即审查委员油美女等三十一人 倪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讨论事项第四案 审查委员古拉斯等十八人 倪据入出国籍移民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五案审查中华两案婚姻协调促进会请愿案 宣度完毕 那我们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 那个行政院陆委会主任委员张晓越 政务副主任委员邱沪主任委员 内政部部长叶部长 然后移民署代理署长和署长 那再来是陆委会计划处处长胡处长 陆委会文教处处处长华处长 陆委会经济处处处长李处长 陆委会法政处处长蔡处长 陆委会联络处代处长许代处长 陆委会港务处处处长叶叶处长 秘书处代理处长张处长 国家安全局第三处 副处长赖户处长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罗副局长 盟障委员会参事间主任秘书 陈主任秘书 盟障委员会仗事处处长 而周文茂 教育部国际级两岸交易 教育师专门委员留专门委员 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 呈专门委员 卫生福利部社会救助级社公司 蔡科长 在后面 法务部法治司检察官 蔡检察官 好 那好 那现在我们就进行提案说明 我们先请由美女委员提案说明 主席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本席有鉴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屡屡发生迫害人权的这些情势 根据国际特色组织 2014年到2015年的中国人权报告 中国政府依旧严格的限制言论的自由 社会运动者和人权的捍卫者 都受到骚扰和自意的拘留的威胁 那酷刑和不人道的对待等情形呢依然普遍 我们看到呢 最近的这所谓的维权的律师 还有一些宗教人士的一个被迫害 那对许多人来讲呢 那公平正义呢 几乎是遥不可及 少数民族呢 包括图博人 维吾尔人 还有蒙古人的 等于都受到歧视 那安全的镇压 次数的越来越多 那台湾地区 跟大陆地区人民的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的第四项里面规范说 内政部呢得基于政治 经济 社会 教育 科技 或是文化的考量 专案许可大陆地区人民 在台湾地区长期居留 申请居留的类别跟数额呢 可以限制 那类别及数额呢 有内政部拟定 报请行政院核定后公告之 那集呢 同条的第八项有规范说 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 予起停留居留 或未经许可入境者 在台湾地区的停留居留期间呢 不是用前条第一项到第四项的规定 而根据同条第九项的锁定呢 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 予起居留 长期居留 或是定居许可办法的第十八条 以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 大陆地区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 申请长期居留者呢 主管机关可以具予政治的考量 给他和专案的许可 那这里面呢 第五款有规定说 领导民主运动有杰出表现的具体事实 及受迫害之立即危险 那可以根据呢 这些的规范呢 然后呢 让他们能够来 这个长期的居留 但是呢 这里呢 对于就是一般的人民呢 可能还是没有 所以呢 本席呢 有鉴于此呢 希望是说 在这次我们赖民法修改的时候呢 那能够呢 配合去修正大陆地区 人民地区的 这个第十七条的一个规定呢 那明定大陆地区人民 因为种族宗教 国籍性别性倾向 性别认同 或是属于社会团体 或是特定政治意见 那离开大陆地区 或其居留地的话 而且呢 有充分正当理由 恐惧受迫害的具体事实 以及呢 它立即的危险 或是因为恐惧而不愿意 返回该国的话 那可以向内政部 申请难民的认定 那它申请难民的方法 程序的事项呢 准用难民法官的规定 而且大陆地区人民 在台湾地区的 这个予取停留 居留 或是未经许可入境 经许可认定为难民者 那就不适用 入出国籍移民法 第74条的规定 那以完备呢 受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权破坏者的相关的 庇护的一个规定 好 那以上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古拉斯委员 提案说明 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提案修正 入出国 以及移民法 删除第16条第4项 落日条款的规定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在于 依照2009年2月10号 这个修正施行的 入出国籍移民法 第16条第4项的规定 只有在1999年5月21号 到2008年12月31号 期间进入中华民国的 印度或尼泊尔地区的 无国籍人民 而且还必须依法 不符合被中华民国 抢制出境的条件 而且还必须经过 盟障委员会认定其身份者 移民署就可以许可 这些图博人 或者说我们称藏人 居留在台湾 但过去几年 非常感谢移民署 还有盟障委员会 还有过去立法院前辈 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曾经做过的努力 当年的确也曾经 为流亡在台湾的图博人 维护了基本的人权 使遭受中国政治迫害的图博人 可以在台湾继续生存 不过在那一次的修法 也导致2009年1月1号之后 才入境台湾的图博人 会无所适从 目前有图博人 在2009年之后 入境中华民国 或者在之前入境 却因为他的签证 或护照过期 或因为政治的因素 没有办法依中华民国 现行的法规来取得他的居留权 多年来他无处可去 他既不能离开台湾 也没有办法在台湾取得 这个居留权 维持他基本的生存权 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看病 有人流落街头 有人打零工 生活在恐惧跟不安里面 躲躲藏藏 成为政治的难民 当然有鉴于长期来 中华民国始终都有西藏裔 或是无国籍的图博人 因为反抗中国的政权 对于中国藏区的统治 而陆续的逃往世界各地 逃往印度尼泊尔的国家 那这些人或他们的下一代 辗转入境中华民国 因故滞留在台湾 就因为现行的法律的限制 使他们无法取得 居留的身份 所以本席跟陈其迈委员 等18人提出修法 希望可以删除落日条款 不过也要再提醒 我们立法院的所有的同事 其实2009年开始 中国进行第二波的高压的管制 但是其实中华民国 同时也在2009年的3月31号 通过了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还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 两公约的施行法 所以合以我们的入住国 及移民这个法 同时也在2009年 又修法限制2009年起 不准遭到政治迫害的突破人 进入中华民国 那这是不是也违逆了 两公约施行法的立法的意志 所以本席要再次的提出 而且要提醒行政院的各部会 两公约施行法 保障无国籍人民居留跟工作 以及健康医疗的权利 这也是中华民国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之后 应该尽的责任跟义务 我们希望尊重人权 它不是口号 我们必须让国际社会 看见中华民国 是个名副其实 主权独立 尊重人权的国家 所以本席提案修正 入住国及移民法第16条第4项 删除条文里面规定 只有在1999年5月21号 到2008年12月31号期间 进入中华民国的藏人 才能协助其居留台湾的规定 希望让2009年之后 从印度及尼泊尔 进入中华民国 而且目前是无国籍的人民 可以依照我们的制度跟法律 居留中华民国 因为我们不可以让现行的移民制度 违反人权 也希望在座的 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同事 还有各位立法院的同事 可以支持 谢谢 请陆委会主委张主委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贵委员会召开审议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以下简称两岸关系条例 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 以下仅提出本会的说明 也就是有关调整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 背景说明 政府一项致力于新住民生活权益的照顾 过去多年来逐步推动保障 大陆配偶就业工作 享有健保等权利 都是用心照顾大陆配偶的证明 政府会秉持照顾新住民生活权益的精神 让大陆配偶的生活 得到更好的照顾和协助 本修正草案是行政院在101年11月14日 送请大院审议 因为借其不连续 所以在105年2月1日 再度送请大院审议 草案的提出跨越了新旧政府时期 行政部门将寻求社会的最大共识 落实新住民实质的公平 配合立法院来进行法案的审议 修法的重点 将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 由现行的6年 分别调整为4年到8年 也就是一清居留连续满3年 而且每年居住183日以上的 可以申请长期居留 长期居留满一年 而且在台居住335日以上 或连续居留满两年 且每年在台居住270日以上 或连续居住满五年 而且每年在台居住183日以上的 可以申请在台定居 为了协助大陆配偶 紧述适应在台湾的生活 并且深入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会和多元价值 增订大陆配偶在申请定居时 必须通过具备国民权利义务 基本常识的测试 为了保障已经在台湾 一清居留长期居留 大陆配偶的权益 订定过度转换机制 明定市内大陆配偶 符合本草案锁定条件者 亦得适用心智 于在台居住满四年后 取得身份证 但每年在台居住183日以上者 仍可适用限制 于在台居住满六年后 取得身份证 而行政院拟据两岸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也就是基于政治考量 申请专案长期居留 背景说明 基于政府推动人权立国理念 经参着世界人权宣言 国际公约等重要国际规范 已经研定难民法草案 为了配合难民法草案 以及完备大陆人士 基于政治考量 申请专案长期居留的处理机制 拟据两岸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修正的重点 是放宽未经许可入境的大陆人士 得适用现行 基于政治考量 申请在台湾专案 长期居留的规定 也增定了免除其 未经许可入境行为的 行则的规定 明定其等申请定居时 无需提出上师原级的证明 也授权内政部订定办法 规定申请条件 程序 暂于安置 照顾 权益保障等事项 第三 大院有委员美女等31人 拟据两岸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有关大院有委员美女等31人提案 于本条增定第五项 大陆地区人民 应种族 宗教 国籍 性别 性倾向 性别认同 属于特定社会团体 或持特定政治意见 离开大陆地区 或其原居国 且有充分正当理由 恐惧受迫害之具体事实 及立即危险 或应该恐惧 而不愿返回该国者 得向内政部申请难民认定已结 查难民法草案 刻有贵委员会审议当中 关于难民认定的资格条件 各个版本草案还不一致 还必须要后续的讨论 寻求共识 而行政院所拟据 两岸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修正草案 是难民法草案的配套法案 相关认定的资格条件 未来应该要一致 并可在授权定定的办法中 来加以规定 大院有委员美女等 三十一人所提 两岸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五项规定的申请资格要件 建议配合难民法草案 确定后 另为处理 另外 大院有委员美女等 三十一人提案 与本条增定第十项 大陆人士在台 预期拘留 或未经许可入境 不适用移民法 第七十四条规定已结 与行政院拟据的 两岸关系条例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九项 已经放宽 未经许可入境的大陆人士 得适用现行政治考量 申请在台 专案长期拘留规定 并增定免除 未经许可入境行为的 刑则规定 与有委员美女等 三十一人提案的 修法方向一致 至于文字如何整病 本会予以尊重 以上报告 敬请指教 谢谢 谢谢陆委会的报告 那也要提醒各部会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排完议程 内政部是礼拜五就给我们报告 陆委会跟盟障委员会 是今天早上才给我们报告 那其实我们是来不及 很多委员是来不及 所以要请各部会帮忙 就是议程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把报告 你先不要靠去麦克风一点 你听了吗 你没听了你 好对不起 再重讲一次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就排议程 所以我们各部会 大概一般来讲 礼拜五都会给我们各部会的报告 那我们这一次是内政部 是礼拜五的下午就给我们报告 那陆委会跟盟障委员会 就一直到今天早上才给我们报告 其实对很多委员要早上要消化 这些报告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提醒各部会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礼拜五 就给我们报告 以上谢谢 应该没有意见吧 好 接下来我们请内政部长做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今天应邀 就陆出国籍移民法第16条的修正 向各位委员来提出报告 这个案子的背景 是当前有许多制台藏族人士的居留问题 要解决 大院许多委员 还有许多民间人士 在基于我们人权的考量 尤其是基于两公约的要求 积极地要对现在制台的藏族 尤其是屠博的人士 要予以居留问题的解决 本能深感敬佩跟认同 而且也要从内政部的角度 用于积极来推动 然后让这样一个现存的问题 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 我们也了解到 我们也了解到 这一个目前存在的这些个案的问题 的处理 过去曾经有一些机制 那尤其是以前曾经修改过移民法 那么定了第十六条第四项 那透过 透过这一个条项的规定 设了一个落日条款 也就是97年12月31日 在那个条款机制之下 在那以前的 其实曾经做过几次的专案 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前所面临要去处理的个案 都是 绝大部分都是在97年12月31日 也就是移民法 以前为这个问题 特别设定的一个 落日期间之后的问题 所以现在 要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积极处理的一个方法 我们也看到委员的提案 那就是对十六条第四项 再进行修正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内政部愿意配合 而且也觉得 这是一个应该去处理的方向 那所以对第十六条第四项的修正 本部认同 那但是有两个面向的考虑 必须跟大院报告 第一个 要修改这个 条文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 当前 自台藏人的这些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一个期间的问题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 根据这个条文再定一个 弱日条款 把它延伸到现在 那现在这些问题就变成可以处理 所以如果我们修改十六条第四项的文字 如下 就是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以前 入国之印度或尼泊尔地区 无国籍人民 未能强制其出境 且经蒙障师傅主管机关 组成审杂会 认定其身份者移民署 应许可其拘留 这样就能够完整的解决 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问题 里面包含两个要件 特别跟大院报告 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设一个 落日期间 落日期间 那就是设定现在 设定现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还是应该认为身份 还是要经过 蒙障主管机关 于审核 那考量到蒙障委员会 未来可能有组织改造的 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文字上 可能比较适合写的是 蒙障事务主管机关 而不是蒙障委员会 那以上两个考量 如果能够获得大院支持 那本部也认为 这样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而且也愿意积极配合 那也了解到处理这个问题 背后非常重要的 人权的思考 那 以上是本部的意见 希望能够 跟大院一起合作 然后能够对这件事情 有所处理 谢谢 说明完毕 现在我们开始寻答 本委员会8加2 那非本委员会6加2 那我们截止登记10点半 现在开始请黄焦顺委员 主席我想请陆委会主委 請陆委会张主委 陆委会张主委 那这四个理由里面 我有一个理由 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想请问陆委会主委 香港是敏感区风险高的地区吗 香港是敏感区风险高的地区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因为马前总统 他是刚刚卸任的国家元首 以他的地位呢 是有他的特殊性 重要性敏感性 所以我们从国家安全 从国家机密 这个保护这个观念看起来 我现在所问的是 香港地区是敏感区 风险高的地区吗 就是说 我们是从整体来考虑 因为马前总统的身份 跟一般民众的身份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 是有相当的敏感性 那个主委 这是陆委会的意见吗 应该说总统府 有一个专案的審查小准 陆委会去参加的 陆委会去参加 所给的意见是什么 内部的意见 我们不便对外来说明 不过就是说 我们是根据 这个也不是国家机密 嘛 根据 本席觉得很奇怪 这是第一个就是 敏感区风险高 这个我觉得 如果把香港地区 把他列入一个敏感地区 风险很高的地区的话 我觉得这是世界的笑话 这是全世界的笑话 这是第一个我要请教陆委会主委 我想有几位都有来 包括国家安全处 包括法务部 包括外交部 我请他们大家一起来 然后第二个 说时间 这个都跟你们有关的 那请一起上来 时间敏感 很难协商 是这样子吗 最主要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马前总统的身份 跟其他 时间很紧 都是完全不一样 马前总统出出的时间 时间很紧 6月1号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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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 我们从现在 从以前 从你就任一直到现在 你们到今天为止都是以毒不回吗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尝试着 去联络这件事 有没有 首先我们应该这样讲 从程序方面来说 因为 有国家机密保护法 而马前总统是第一 我想 国家机密保护法 是算法务部的 今天本席问你的是 有关陆委会 就是说 包括香港地区 是一个敏感地区 风险很高的吗 这是第一个 我要请问你 第二个 你的时间 非常地紧 来你协商 我要请问 你去协商过的没有 有跟对岸协商过的没有 首先我们考虑到的第一个 是因为马前总统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 你不用从物在这里讲 他的身份 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一个卸任的元首 而且卸任的元首 他有一定 我想他在社会上 我觉得我不想评论 陈水扁先生的事 但是 如果说 你以一个 陆委会的主委 你告诉我们说 香港是一个敏感区 而且风险高 时间非常地紧迫 难以协商 我觉得这是非常地不可思议 我现在要知道的 你不用从物告诉我 是你有没有把香港地区 列为风险高 敏感区 这是第一个我要问的 第二个我要问的是 时间这么紧迫 你有尝试着去协商吗 因为他提出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们是照着顺势来 你完全没有去 你连尝试着去联系都没有 是不是 因为他提出的时间相当的短暂 相当的短暂 我想一个电话 我们以前有热线 你们前几天还讲说 他们都以毒不回 你不能借着这件事 尝试着去做一点突破吗 地区当然是考量之一 但也不是全部的考量 所以香港是敏感地区 澳门是不是敏感地区 就是说他提出的是 从全面的完整的整体的 所以我想我们非常遗憾 四个理由提出来 所做的一个根据 主委我们非常遗憾 你们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我没有想到 我们陆委会的主委 既然会把香港地区 列为敏感区 而且风险高 而且时间紧难以协商 我觉得这个很意外 我相信坐在这里很多的委员 都去过香港 坐在这里很多的记者 也都去过香港 大概要把香港列为敏感区 风险高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把它列成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百思不解 主委 你不要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整个位置一换 换了 结果整个的思维全部都改变 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卸任的元首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待遇 我想不管香港地区 他们在整个的以往 包括我们警政单位 我们都警政署 我们都跟他们有一定程度 的一些协调 主委也应该知道吧 就是因为马前总统跟其他一般人 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个 陆委会的 把香港地区 列为敏感地区 这是我们真的很意外 这个是要从全体来加以考 这个让我们很难理 而且我比较意外的是 我们现在在两岸的关系 可以说是到了冰点的一个状况 今天我们是以毒不回的状况 你作为一个陆委会的主委 你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 去试着做一个联系 为什么 首先当然因为马前总统的身份 跟一般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 讲身份已经讲十次了 已经讲十次 你连去尝试着打个电话 都不打 那我觉得 你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在两岸关系当中 根本没有想过 要做一定程度的突破 这是我们百事不解的一件事 那我想请回 因为你要再重复跟我答复那些事情 我想我就不必要 那我还要再请 那个 国安 会 国安局 你们在 那个会议当中 你们所提出的报告是什么 不是 我们 你没有参与是不是 到香港 我是没有 但是基于我们是基于特勤的考量 希望透过这个陆委会来 就跟这个 香港那方面做一个协调 但是 你请陆委会去做协调 结果陆委会拒绝 是不是 来陆委会主委 来请上来 你们有请他们去协调 他们不愿意 是不是 好 呃要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 根据 所以啊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要先接到 总统府 已经告诉你们 国安单位已经告诉你们 请你们去做协调 结果你们是拒绝的 这个我非常的意外 那个外交部 请问你们外交部 在这个案子里面 所写的是什么 请外交部 这个协调的单位 请外交部 委员好 你外交部 所做的 结论是什么 呃 我个人没有参与这个讨论 你没有参与 但是你应该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是状况外 不是 因为我是领务局的 好 你领务局 所以你今天来的 你没办法答 好 我想从今天刚才 包括国安局 他们都讲 请陆委会去协调 结果陆委会是拒绝的 我们认为这个 整个的政府机关 可以说是 不仅仅是说 可以说 可以说是 整个的协调工作 是没有的 我们觉得很意外 我想我们很难忍受 用这样的指的 这样的方式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我们在这里提出 最严正的抗议 接下来我要请 内政部长 方委员好 部长 我想这两天 台湾民政府的事情 弄得非常的大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在103年 104年 大家就陆续 讲到这个组织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以前 你站在你是一个 法学跟内政部 你认为这件事 包括说 他们在身份证 汽车领用牌照 以及护照上 这样子的规定 跟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真的 中华民国没有法力 可以管吗 委员您分两个层次来看 一个是 洪雨士自己的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 民政府 这样 台湾民政府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对 就行为的部分而言 虽然我们保障 个人的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 所以任何做出伤害族群和谐 然后激化族群 激化社会裂痕的这些作为 我们都予以非常强烈的谴责 那如果他有任何受害人 那都可以依照法律程序 提起 提起告诉 我想部长 然后对于 对于 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这个事情而言 他并没有依照人团法 对 但是他没有依照人团法 他们在身份证 在汽车领用牌照 跟护照上 我们完全无法可管吗 要根据个别的情形 那拿身份证来讲 就牵涉到他有没有伪造或辩造 那我们了解到他身份证 事实上是他的主张 事实上他本身没有任何效力 没有任何效力可言 那对于牌照的部分 也许有些都已经挂上去了 他可能本身就违反了一些交通法规 那过去也有一些取缔 所以我们要根据个别的情形 来判断 那我要重申一件事情 就是说任何民众组织一个团体 这是结社自由 但是任何团体都不能违法 要在既有的法律机制下去行事 那至于有没有违法 我们按照既有的法律 因为人团法虽然他没有登记 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国家 也不应该是没有法律的 包括说他在弄这个护照 跟汽车牌照我们是很基础的 是可以处理 护照甚至还有缴汇 这个没有诈欺之嫌吗 这个没有诈欺之嫌 这个没有诈欺之嫌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我觉得我们对政府的信任 就会消失 荡然无存 所以我希望部长 你能不能在人团法上面 或者在其他的法令上 我们怎么样再做一定程度的一些修改 或者等等 我想 我想跟你做一点回应 事实上谢谢您 这个重点的提醒非常重要 那反映在 反映在人团法方面的修改 我们确实是认为人团法 真的需要好好的来修改 那我也非常重视 这个法律以后修改的方向 那你什么时候要把 我们行政院的版本拿出来 我们要很周圆的去思考 现在人团法 大概要多少时间 但是人团法的修改方向 其实是回应 现在人民团体 越来越活络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人团法的 人团的规范 是让很多人团法 因为过去的关系反而顿入地下 那我们要弄出一个合理的人团法规范 然后让人团法的这个所管制呢 都能够在机制里面 没关系因为我时间已经到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时间 我们把它当成很重要的重点 时间不要下 时间不下就没有一个目标 但是它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三个月或者六个月 我一定会把它当成 委员我一定会把它当成是很重要的一个法案 我希望部长能够正视这件事 尤其是那几位老伯伯 因为这个是属于公诉罪 所以他们都用爱跟宽容 甚至拿圣经给我们 我其实我看的我有点痛 因为他们都借着他们落单的时间 而且那些老人家 其实年纪都有一定程度的大 拿着拐杖 任由他们在那里去 可以说是极尽侮辱之能事 我看的都很不舍 事实上 不只是不舍 我们真的非常的难过 而且他们那么宽宏大量的说 他们愿意怎么样 愿意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华令 所以我希望部长能够就这个部分 赶紧在有效的时间内 把这件事处理好 以上是 那过去其实发生了很久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也已经延续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非常积极的掌控一件事情 那希望能够未来 能够对这样的事情 能够有一个好的 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向 好 我希望部长 愿意跟委员来合作 暗黏来处理好不好 你不要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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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版本拿出来 然后你说你们的版本没有 我们修改人团法 不是只针对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给我们很多启示 好 我希望部长能够加油 好 谢谢 上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请下一位陈怡杰委员 主席 有请陆委会 有请陆委会 张主委 主委 主委早 您好 委员好 那个主委 刚刚其实我坐在下面听 总统府驳回马前 总统赴港就是演说 其实总共是 花了至少六天 那如果单纯就是你刚刚说 身份的不同 然后依照国家精密保护法 需要二十天前申请的规定 其实当天你就可以驳回了 但是呢 你考虑了快一个礼拜 那你是陆委会主委 也一定参与了决策过程嘛 因为国安局没有参与决策 然后国安局 拜托陆委会去协调 你也没去协调 那到底你的决策的意见是什么 我并没有参加这个专案的这个小组 那是总统府呢 用韩的方式 要陆委会来 就相关的这个 根据这个法 国家精密保护法 来提供资料 所以我们是提供了资料 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 相关的见解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案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强调 就是因为马总统的身份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的身份 还有他要去的地点 有特殊的 好 那来简单我问你 因为前面你已经跳针好几次了 那我来问你 你认为中华民国八年的总统 会泄露国家机密吗 因为我今天早上看新闻 他真正倒是七个小时嘛 扣掉就是演说等等的 其实只有一个小时有可能 会泄露国家机密 如果你觉得他有泄露国家机密的可能 那你觉得八年的总统会不会泄密啊 这一部分当然我不便来回答 不过根据 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 马前总统他是有 保守国家机密的这个责任跟义务 好 那我现在再请问你 那如果现在 前总统或者阿扁要跟你申请了 那你会不会駁回 会不会一样駁回啊 因为也是前总统 一样要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 相关的规定 来非常审慎的来加以处理 所以审慎加以处理就是 有可能不会拒绝 李前总统或者是阿扁总统 如果他们同样申请不一定会駁回 但是你今天已经确定 其实马英九去香港已经胎死附中了嘛 所以相对的有保留 对于李前总统或者是阿扁是相对有保留 但是马英九就胎死附中了 可以这样说吗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根据 如果未来李前总统或者是陈前总统 有提出的话 要根据当时的个案 当时的状况 他要去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 要成个案来加以考虑 来来来 看着我 你不要一直看这边啦 看着我 就是如果今天一样去香港嘛 会不会也驳回嘛 就今天同一个时间 然后他也跟你去申请要去香港了 那你要不要驳回 他也是前国家元首啊 我不驳回 我讲这个答案就好了 当然你讲的是一个假设性的状况 马前总统卸任不到一个月 而李前总统卸任到今天 已经有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相信 专案小组都会从全面整体的综合的 谨慎的来加以考虑 所以这样我知道 就李前总统 刚刚阿扁有空间 但是马就是胎死腹中 好 接下来 那你说身份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马维忠 有可能如果他今天生小孩了 那马用其他台面上的民运申请赴港 那他也只是想去报孙子啊 那到时候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到底要准还不准 当然您讲的是一个假设性的状况 到时候还是会有专案小组 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 也要来征询每一个相关部会的意见 才能做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假设的状况 我当然没有办法来回答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 陆委会不一定会准嘛 今天如果人家想韩姨弄孙了 到时候你搞不好也是说 欸搞不好马维忠下个月生了 你说他卸任还没到两个月 那这就奇怪了 保外就役的陈前总统可以出席参会 马前总统就不可以韩姨弄孙 那同样有人到考量啊 你到时候新政府怎么对大家交代 我想就是说 因为您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申请的时候 陆委会我们也很难 呃就是说来做一个评估跟考虑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就您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来答复 没关系你的答案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所以不用说假设性了 接下来我想请问 因为这一次蔡总统就只没有邀请 大陆台商出席喔 那所以其实台商对于 之前蔡总统召开国事会议 其实他认为说 欸选前你都说要开国事会议啊 可是之后台商要求 你都没有具体回应 那这个部分包括出席台商 这次陆台商交流 主委对于出席台商的值跟量满意吗 因为重要台商会长 第一个他没有到 接下来你们的量 比去年300少了50个 那对于这样子您满不满意 呃我们的呃 陆委会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对于 在大陆的台商提供服务 那么呃能够服务的地方呢 我们都尽量的来 不是我现在是问你说 这是你的工作职责嘛 我现在是问说 基于他这次台商交流 因为第一个520 你没有邀请台商出席吗 接下来就是两岸目前的氛围嘛 已经变成台商最重要的都没有出席了 那会长都没有出席 那包括量也减少了 那我就问你说 一你是陆委会的主委 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出席的量 跟大家台商的态度 你满不满意 呃在我看来出席是相当的踊跃 台商的发言 呃也都能够呃切中呃问题的所在 所以整个在闭门会议 大家都可以非常坦诚的来交换意见 那么政府呢 当然也非常乐意来协助台商 所以你对于就是 对你说 针对他们在呃中国大陆呃做生意 生活还有孩子们求学 所碰到的问题 等一下 我们都会尽量的来加以解决 所以你对于就是主委 对于出席台商的值跟量 认为相对的满意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呃我们 我们非常的欢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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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接下來我想請教,這個如果你在 我想確認目前兩岸兩會接觸的情形是 主委與張志軍兩位高層是不是零互動 還是是有溝通,就是已讀不回 我們當然,我們的立場就是盡量來保持溝通 盡量用溝通對話的方式來中進兩岸的關係 那麼當然呢,我們這一方面 我們是釋出了我們相關的善意 來,釋出善意是你釋出善意還是你怕碰釘子 所以讓下面的人聯絡 當然,我身為陸委會主委,我的工作 我就是要持續不斷地釋出我們相關的善意 所以你有釋出善意,你有主動聯絡了 當然 但是別人不理你嘛 我想溝通跟對話,這是需要時間的 我們會持續不斷地用誠意來加以溝通 那兩岸關係的改善,雙方都有責任 那這樣他現在目前對你的態度是你預期內的一個狀況嗎 應該說兩岸關係本來就是會有 就是說必須要持續不斷地來加以努力 所以我們會持續不斷地努力 所以對方對你冷處理,是不是你可預期的狀況嗎 所有相關的狀況當然我們都會加以來評估考慮 都會作為我們來推動兩岸關係的一個考慮的一個基礎 所以以你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回答就是相對兩岸已經就是非常不樂觀了嘛 接下來,另外剛剛我們提到台商的問題喔 對於台商對於新政府上任半個月,海基會高層還是鬧空層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關切 那主委你認為說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今天陳德明有說 未來的海基會的董事長不論是誰喔 重要的是他後台是誰 那重點呢,他也要認同一個中國 那你怎麼看 怎麼看陳德明認為海基會董事長應該扮演的政治角色 我們認為海基會董事長呢 應該要是一個能力非常高強 也有很好的溝通能力的 能夠把兩岸關係 能夠讓兩岸關係持續的深化 持續推動這樣的一個人選 我想因為政府非常的重視 所以是審慎的來加以考慮 我們也希望呢 很快的有答案之後來向委員做報告 那你認不認同今天陳德明說的 就是說未來的海基會董事長應該要認同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 然後他要有所謂 這就是他所謂的政治底線嘛 如果你未來沒有一個一個中國或者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話 未來要再溝通其實就是打到冰點了 你認不認同他這樣的說法 呃 我我想應該說兩岸的事情呢 所謂的談判當然都不會說是 我們完全接受對方的立場跟要求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立場跟看法 而且我們推動兩岸關係 有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民主原則跟普遍的民意喔 會遵循這樣的這個原則呢來推動兩岸關係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這個民主政治 多一點的了解跟認識 政黨輪替是一個非常自然也正常的一個現象 而我們的政策就是要維持兩岸關係 和平穩定發展的現狀 今後我們會持續不斷的來加以努力 所以你也不認同他的說法嘛 那所以這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有前提的話 那當然就是不需要談判 而是說雙方任何事情都應該要做下來 要來溝通 要來說明 要協商 要爭取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最大的公約數 好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那如果新政府會不會藉著這台機會董事長 有沒有想說給些籌碼打開已讀不回的這個僵局 任何的可能性我們都不會放棄 我們都會持續不斷的來努力 所以接下來就說看來馬英九去香港也開始附中了 對於海基會董事長這個位置 你也不認同陳德明的這個說法嘛 對不對 你也覺得說兩岸本來就有很大的 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立場跟看法 要在中間找出最大的可能跟空間 那最後我只想問 那如果依你這樣子就實問虛達的一個模式 我這樣看起來是不是 其實你就擔心馬英九去了香港 有可能會造成第二次的馬熙會 然後有可能這個海基會的董事長 因為你的新政府根本沒有辦法處理兩岸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到現在還是實問虛達 我想跟委員保證 我們一定有能力來處理兩岸關係 你會不會擔心馬英九去了 你會不會擔心馬英九去了 其實是不是就會有馬熙會 你會不會擔心馬英九 你會不會擔心馬英九 我沒有答覆委員這方面的這個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請林立場委員 好 主席有請張主委 好 請張主委 好 委員 您好 對 早上看您也有一點點上了脾氣 那主委今天立場可能會跟您討論幾個議題 包括說 現在我們知道說 我們現在我們台灣跟大陸那邊 就是兩岸的溝通 溝通方面的互動 就 就國務院就是大陸那邊的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事處主任的張志軍 沒有任何的互動 我們跟他們有相關的互動嗎 主委 我本人跟張志軍主任是沒有互動 那我們的團隊 應該是說我們有釋出善意 我們還在等待對方的善意的回復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像剛剛談到的 所謂的以毒不回嗎 到今天為止我本人跟張主任之間 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您稱這種狀況稱為 那個主委你給我看 因為我們執行您要看我才有禮貌 那個以毒不回還是沒有任何的互動 算是停滯嗎 您的問題是 算是什麼 算是停滯嗎 兩岸關係本來就是有高有低 有起有落 所以現在是新的一個狀況 我們會繼續不斷的來加以努力 所以我們除了信件傳真跟熱線以外 那個主委您知道我們跟中國大陸那邊的溝通機制 還有哪方面可以做嗎 除了這些以外 會持續不斷的來加以努力 我們也覺得說兩岸的事情 兩岸都有責任 比如說像中國大陸他非常關切的 像是兩岸合作共同打擊犯罪這些事情 這個都是可以雙方都可以來討論 都有合作的空間 所以您的意思除了這些以外 還可以用不同的空間來對話 那就主委您現在目前對兩岸交流 還是互動的溝通的機制 您算是最高的長官嗎 我們陸委會主委 那您覺得我們可以恢復正常對話嗎 就您的 我想就是說 就我們這一方面 我們來繼續的努力 那麼我們也呼籲中國大陸就是說 兩岸畢竟經過二十多年來交流 雙方都要加以重視 主委我們就簡單回應就好了 因為你說太多時間要讓你沾掉 我不是不給您講 可是時間很緊迫 那立禪今天只是要討論 我們有善意的跟您討論 那也請您清平契合的來討論 那就我們蔡總統在就職演說裡面提到 所謂九二會談歷史事實這個事件 我們也知道 蔡總統在談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已經很中性 也已經是出 我覺得比較溫和的 那只是說我們在談論上面 比較溫和的 比較中性的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的行政部門有相關的 具體的做法提出來 那您覺得說我們是否要從哪方面去改善我們跟大陸那邊的相關的關係 你談在這邊可能提出我們政府應該改善我們陸配在台灣的權益 那具體層面來看 我們改善陸配在台灣的相關的權益也是對大陸那邊四處善意 不曉得主委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陸配的這個問題我們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今天也有這樣的一個第17條兩岸條例第17條修正草案的提出 就是說我們希望營成一個 好那我們就到17條這裡就好 那個主委我真的今天也很感謝我們招委能排這一塊 因為我們在第17條的這個修法裡面 其實最主要的是六改式 可是立場在報告裡面也看到六改式 我們沒有具體的談到同意或不同意 因為我們陸籍姐妹在台灣要居住滿四年 剛剛您有講嘛 很多程序上面要滿四年之後才能辦我們的所謂的定基 那定基還要等兩年嘛 那如果整個順利的話就六年 不順利的話七到八年才取得身份證 這個程序 您覺得會不會這樣子太久啊 第二個也有陸配團體認為說 我們一樣都是新住民 不管陸外配 那外配姐妹是三年再住滿一年 就是可以取得身份證 我們是否能對陸配姐妹提出更好的善意 不要在這方面去針對這一塊去歧視也好 還是去不同對待也好 您的想法是 我們的立場就是希望把大陸配友跟外籍配友他們在申請 橫平嘛 橫平 對希望在實質條件方面 那您同意同意我們陸配姐妹跟我們的外配姐妹的申請身份證的年份是橫平一樣 您同意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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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非常非常的不諒解 民進黨為什麼反對我們的取得身份證的權益是很平的 那在這次裡面 其實520之前有姐妹就一直在喊 也有團體一直在喊他們要上街頭到時候要抗議 可是呢到最後她看到2月1號之後 我們燕板又提進來 我們的版本是像之前馬政府提的版本是一樣的 所以呢他們會覺得說行政院這邊沒有撤回這樣子的版本 是有釋出善意的意思 所以在這邊很多陸配團體也覺得說有一些希望了 那在這邊不曉得主委您剛剛有表態說 我們六改式您是贊同的 就是說大陸配偶跟外籍配偶在取得身份證 所需要的條件呢 是贊同的 我希望都是相同的 好是相同的 那立場代表我們30萬個陸配姐妹感謝您啦 希望盡快把這個條文也在我們 第9屆的立法院這邊能去把它通過啦 三讀通過 那立場覺得說我們的陸籍生納保這件事 可能要跟您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目前我們的外籍生跟我們的僑生都可以納入健保 那一樣都是留學生為什麼陸籍的那個陸生不能納健保 您的想法呢 我們的立場也是我們覺得陸生應該要比照外籍生都要納入健保 好就這句就好了 好OK 那個因為立場時間的關係啦 立場在這邊也是師出善意我們來聊聊這件事 我們不是要吵架也不是要爭議也不是要給誰生氣啦 其實立場是支持 燕板六改寺馬上快快的去通過 那第二個 立場也希望我們的陸生納保這件事 真正的能去落實 那在這一塊立場會跟陸委會剛剛講的 同意六改寺跟陸生納保這個跟外籍生橫平這件事情 我們一起仔細努力好不好 好的 主委謝謝您 接下來我們請李靖毅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慢慢請國安局第三處副處長賴副處長 請法務部法治師蔡檢察官 還有請陸委會張主任委員 來還少一位啊 主委你先休息一下啦我請教他們兩位 你是賴副處長 請教我們任何國家要做任何事情是不是要依法行政 是 那這一次有關馬前總統要出國是不是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 來處理嗎 這個應該是 來處理嘛沒有錯吧 是 好我請教喔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主管機關是誰 是你們還是法務部 來 參選大官 法務部 法務部 對 法務部 只是當時的法案是由你們法務部寫的 這個要搞清楚 來 好那既然是這樣我們來看 這一次馬英九出國申請 他就是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26條 沒有錯吧 他是屬於 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三年之人員 這個蔡檢察官這樣對吧 好 那國家機密保護法還有一個施行細則32條 施行細則32條裡面規定都非常清楚 應該於出境20日內檢據他的行程資料有沒有錯 對 那所以我們如果凡事都要依法行政的話 就是要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還有他的施行細則來規範 沒有錯吧 對 好那我請教 這一次的這個審查小組裡面有沒有法務部 這部分我沒有參與 不過看新聞的話應該是由法務部參與 有法務部參與 但是實質上是公文來訪 公文往返而已嘛 真正負責審查是國家安全局跟國家國安會 沒有錯吧 那個副處長 對不起我層次不是那麼高所以 沒有錯啦 所以其實總統府的權責嘛對不對 因為他第一條就寫 必須向原的服務機關來申請嘛 沒有錯吧 所以向原服務機關嘛 總統的原服務機關是誰 總統府 總統府嘛 所以是總統府處理嘛 跟陸委會跟內政部跟法務部沒有什麼太大相當的關聯 他們只是提供意見沒有錯吧 沒有錯 那你認為所有事情都應該依法行政對不對 是 好那依你的了解 馬總統 馬前總統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申請的 好像是5月1號 6月1號 6月1號 來下一頁 那這裡喔 馬前總統運用了一個東西叫做 第13任總統卸任相關權益及出境管制事項說明 請問你啊 這是行政命令還是什麼 你了不了解這個東西 你知不知道這個東西 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那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行政命令嘛對不對 他的適用對象是誰 應該是 還是馬前總統嘛 他是13任總統嘛 那定一個行政命令 然後自己適用 但是 如果我請教一下 國安局應該有這樣的能耐 如果行政命令跟我們的法律抵觸 那聽誰的 聽誰的 聽法律的吧 對不對 因為法律的位階比行政命令高吧 沒有錯吧 好來下一頁 所以 馬一九這次要出國是1月就受到邀請函 到6月還沒有決定要去 6月1號正式提出申請 沒有錯吧 6月1號上午11點40分 正式提出申請 然後他6月15號出國 請問你 符不符合我們施行細則第32條的規定 20天內 20天以前 符不符合 這個應該由總統府來認定 對嘛 所以你們國安局的建議是什麼 他程序上符不符合 程序上符不符合 如果我剛才條文已經念給你了 程序上符不符合 那如果施行細則規定20天 他6月1號申請 6月15號要出國 符不符合原來的施行細則相關規範 因為這個部分他的 解釋機關是聯證署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請聯證署去解釋 對 我是問你 一般以法律來講 你是檢察官嘛 沒有錯吧 那如果施行細則規定是20天 超過20天 就不符合了 沒有錯吧 這個程序審查根本就不符合去了 沒有錯吧 如果法律的規定是應要20天 只這樣的話就應該這樣處理嘛 對 但是實質審查還是總統服務 所以 無論如何 不管誰要出去 都是應該依照法律的規定來進行 沒有錯吧 是的 好 來 謝謝兩位 兩位先請回 請那個張主委 請主委 來 主委您好 剛剛我問的問題很清楚嘛 所以這件事馬前總統要出國 那應該依照現有的相關法律來審查 沒有錯吧 是的 那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還有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施行細則 事實上是這樣嘛 沒有錯吧 好 那我請教 張主委知不知道最近也有其他 國民黨的重要人士出國 包括胡志強跟包括郝龍斌 是 胡志強去參加海峽論壇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知道 去哪裡參加 呃 是在福建 福建嘛 那福建比較敏感 還香港比較敏感 呃 香港 福建我想 在我們陸委會看起來 都算是敏感地區 不管哪裡敏感都必須 依照法律的規範來處理嘛 沒有錯吧 是的 如果胡志強要出去 他如果是設命人員 他一樣要依照 國家機密保護法來申請 那胡志強現在不是嘛 沒有錯吧 他因為已經超過三年了 已經超過三年了 所以他現在不是設命人員嘛 好 那第二個 另外一個 國民黨出去的是好龍斌 好龍斌去哪裡 去雲南嘛 他開雲台會議嘛 去雲南 那雲南是 比較敏感還是香港比較敏感 也不是嘛 都是要依照法律規定 來相關處理 沒有錯吧 是的 所以馬前總統出國 這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沒有依照 現有的法律來處理 是不是這樣 是 那就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跟國家機密保護法的 私刑系則來處理嘛 沒有錯吧 主委 沒錯 沒錯 那如果這樣的決定 國家機密保護法 私刑系則 第32條就規定 他要20天以前 就要提出申請 他有沒有符合這樣的規定 有沒有 看 就法律的 沒有 當然就法律 所有都要就法律來講 有沒有 沒有嘛 那就事情就結束了嘛 period game over嘛 就是這麼一回事嘛 你要申請 結果你又不照 依照法律的程序來 那你就被駁回應該嘛 就是這樣而已嘛 是不是這樣 好 來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香港明明敏感的問題 也沒有馬英九明明敏感的問題 而是法律怎麼規定 我們就照法律怎麼做 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主委 我謝謝委員的指教 好 來 謝謝 來我們繼續回到今天的問題 那你知不知道啊 張主委 現在未來的問題還多了 這一次我們駁回 總統府駁回這個馬英九的申請 理由是 你程序不符嘛 然後講了其他的四個理由嘛 對不對 然後聽說 馬英九六月底還要去香港一次耶 7月還要去新加坡耶 8月還要去美國 有沒有這回事 這部分我並不了解 你們還在查證當中嘛 對不對 不了解 那所以現在依照這些 不管他到底去不去 他都必須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提出申請 對不對 對 然後依照各個個案 看你提出的申請是什麼時間 然後看你提出的申請 內容是什麼 一案一案審查 是這樣嗎 是的 沒錯 所以這個就非常清楚 今天唯一的問題就是 國家機密保護法 跟他的事情記者 有沒有被落實的問題 那這次總統府 駁回馬英九的申請 是符合法律的規範 好 謝謝 來 我們下面再看 我們今天討論難民法 還有討論這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修法的17條 那其實整個是 相牽連的 這個主委知道吧 好 那我們在6月1號的時候 我們曾經做一個決議 內政外交國防聯席會議 做一個決議 內政部應該 這個會同各重要事業主管機關 凝聚各項配套方案 一個月內送到立法院的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 那請問6月1號到現在一個月了沒有 今天是6月13號 今天是6月13號 還沒有一個月嘛 對不對 所以內政部也還沒有 召集大家來開會說 有關難民法 有關國際法 有關這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17條 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嗎 還沒有嗎 還沒有 所以還沒有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 我們就要決定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17條 這個是不是要跟難民法 跟其他法規配套在一起 才有辦法處理 是不是這樣 呃必須 對 這個17條是一個配套的一個法案 對嘛 跟難民法講講 其實概念上是難民法 然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來處理有關中國的部分嘛 沒有錯吧 是這樣 下一頁 那可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跟難民法 對所謂的政治難民 對難民的定義也不太一樣 為什麼 難民法它所規範的是 呃 這條的申請 這個就是我們17條要處理的部分嘛 是 沒有錯嘛 好 那我請教這個主委 以你的了解 現在中國的所謂異議人士 大概有多少 嗯 政治異議人士 這部分 為數不少啦 對不對 為數不少 為數不少 我隨便舉個 陳光誠也是啊 艾薇薇也是啊 通通都是啊 這個都是中國異議人士嘛 是的 那這個 我們如果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17條修正了以後 就跟我們難民法 碰到的問題是一樣 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容量 來整合這些 來接納這些人 從人權上的角度 我們當然認同嘛 我們也接納嘛 但是實質上 台灣還有沒有這個配套措施有沒有處理 這個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沒有錯吧 是 所以我在這裡要提醒主委 因為今天 內政部報告也還沒送來 因為我們自己內政委會要求他 一個月以後嘛 那現在時間還沒到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難民法 我們還沒有一體的共識嘛 所以在這個討論時候 我必須提醒主委 你們未來要處理中國異議人士 我們到底有多少配套 你們配套相關措施在哪裡 必須詳細的說明 才有辦法 讓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17條修法可以通過 沒有錯吧 對 那請主委 跟你們的同仁 一起在這方面努力 那未來配合內政部的難民法 我們一起來處理這個問題 讓台灣跟國際人權接軌 也讓台灣有辦法 因應這樣增加的人數 我們台灣可以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權國家 可不可以做這樣的努力 可以 好的 那請陸委會的主委 還有各位同仁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跟委員說明 那個李委員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審 那民法的時候是三個委員會 那三個委員會 內政跟外交 這個是一個委員會 那當時就有委員要求說 這個案子要儘速排 所以我們才排今天 但是今天排出來的時候 就必須要把相關的一起排 對 對 我沒有怪你 對 我一定要這樣排 我是因為你提出來的質疑 蛤 沒關係 那兩個案子 先不然怎麼做 兩個案子 你今天要排下去 你也是要處理 你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那你沒有問題 你到最後 我們還是要弄 一定要先處理 對啊 換你換你換你 可以 請 我最敬愛的主席 我請我們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那個張主委 還有我們內政部長 國安局啊 國安局今天有來了 我請國安局上來一下 好 國安局 不定 我剛才看 我們 張主委你啊 談到這個馬總統 要出訪 然後啊 被駁回啊 我看 國民黨的委員很關心 其實 連我們 執政黨 民進黨的委員 我們也非常關心啊 這個議題啊 這個是不是大家搞錯了 我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舊教三位 你們把他想想看 其實本席一直認為啊 這一次馬總統 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要出去 我這樣說我們主席就怕一下 你知道嗎 馬總統 馬前總統 我實在是對他很好啊 下一個馬我也想說 他現在是個總統 他繼續在亂耶 你知道嗎 他還要想要出去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每30天 給你申請一次 20天給你請一次 30天給你請一次 30天給你請一次 2個月也請一次 每個月給你帝 帝點 香港 下個月 澳門 再來新加坡 上海 北京 那就是部長了 如果1個月等一次 你怎麼 你們要怎麼 這不是只有張主委而已 他這回答而已 沒有你也要提供一點看法 按照既定程序來處理啦 不管提出多少件 都按照既有的程序來處理 這樣我就請張主委啊 張主委 兩岸關係啊 真的是何其複雜 其實 中國一直在講 他出了考卷 給小英政府來打 來寫 你們可能這都不出過 考卷給學生寫的人 尤其 那個 岳部長 以前你的考卷我也寫過 這個喔 中國出考卷給小英政府寫 結果呢 現在中國說 蔡英文總統啊 沒有把這個考卷答完畢 有一個根本就不符合考生資格的人 他搶出來說 這份考卷我要寫 那兩個人叫馬英九 馬總統 這個先跑來打這個考卷你知道嗎 主委你會不會很困擾 我想兩岸關係的推動當然還是要有兩岸的政府啦 應該是由我們這邊的 我們的陸委會跟對岸的這個國台辦 應該這個才是一個 有這個聯絡的這個窗口 由雙方面的主政的機關來聯絡 來推動來促進 你們這些外交體系的 你們說這些都這樣 說這些都在提電 你知道嗎 我在想你的爭議可能是在想說 這個馬總統你很奇怪 你根本就沒有應考資格 你偏偏要來搶這份答案來作答 會不會感受到馬總統太搶戲啊 這部分我們當然不便來就馬前總統 他要去香港他的 我們不便來做任何的評論 我們就是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來處理 馬前總統 其實他當然有這個資格 在他卸任以後 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去 只是說我們自己的法令的規定 他的身份確實是比較特殊啊 剛卸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嘛 那當然他到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去 政府其實他會有不同的一個考量 但是我也想請教 主委你們真正的考量 到底到底是什麼 我看了這個是因為 因為他現在問你三個問題 他問說有沒有必要啊 是不是公平啊 是不是合理啊 我看他的心肝說得要靠你知道嗎 這個因為是由總統府的專案小組來認定 那麼我看到總統府發言人 他是根據四個理由來駁回 那四個理由大家都已經蠻清楚了 就是因為剛剛卸任 那麼他處理過很多機密的重大的這個機密的案件 所以從國家安全角度呢 是必須要來加以考慮的 第二個是總統府講到的機密案件的 還需要就是說要再清查再來認定 就是說交接的這個部分 第三個總統府我看他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去的地方這個是一個香港 那麼香港呢我們認為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一個地區 所以而且馬前總統卸任國家元首這樣的一個身份的話 那麼在整個的風險控管這一方面呢 是沒有辦法說百分之百來保證 就是說沒有風險 那麼第四個因為提出時間很短 就是國安局在過去也沒有跟香港主管機關 過去也沒有合作的一個案例沒有前例可循 那也還沒有時間來跟香港政府也好 或是跟對岸呢就這件事情來討論 所以他是一個綜合評估考量所做出來的一個結論 前面兩個其實我沒有意見 可是後面兩個我就覺得 連我都覺得怪怪的 很想來做請教 我問那個國安局問你比較出味 你要用良心講 這個馬前總統 幹總統幹了八年的人 一下子你說叫他失去權力 到哪一個地方去走走 他悶的苦悶的時候不能出去 不讓他出去 這個好像也不符合人之常情 村長不是這樣 你也覺得對啦 應該讓他到處去走一走 是不是 合理嗎 有他的考量吧 我覺得很怪就是說 站在你國安局的考量 那是不是 比較敏感的地方他不能去 如果比較不敏感他可不可以去 我們有一定的規定 那你認為他去哪裡比較好 你跟他建議一下 你跟本席建議一下 也讓馬總統聽一下 因為我一直很關心他 你敢不敢馬總統去什麼地方 你可能會準 以你們的專業來看 總統府準 不是我們 總統府搞不好 總統府他認為說 最大的一個理由是說 他剛卸任下來 那位置可能比較重要 滿腦袋瓜 全部裝的都是機密 搞不好總統府搞不好 他頭比較硬一點 你當幕僚單位要跟他建議一下 這個應該是由總統府來做決定 國安局沒有這個立場去建議 所以說 主委請上來一下 這個何其的敏感 可是馬前總統 以目前來看的話 剛最新出爐的一個決議 那好像是他只要到香港 澳門 中國 可能 以現在政府的思維是 他去不了了 我們認為這個是比較敏感的地區 新加坡民不敏感 應該說地區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不是全部的因素 所以將來我想 因為準博機關是總統府 總統府專案小組 他還是會根據 國家機密保護法 來做一個全面的整體的來考慮 所以 這麼一個敏感的議題 其實我反而建議 平常心 平常心 不停 你幹嘛 雖然卸任的總統 也許他不甘寂寞 他想到處去走 到香港 你說這個地方 他剛卸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滿腦子的機密 你怕他泄密 可是如果要泄密 也不一定要跑到香港來泄密 我這個說實在話 那如果說你以說他申請的期間 不符合法律的一個規定 那好了他每個月來給你丟 那你又不生其擾 那你也不能說因為他幹過總統 他什麼地方都不能去 可是我們可以理解 政府的想法可能是認為說 那些總統都在找 社群的總統都在找麻煩 但是社群沒多久 整天都想到有空不順 馬前總統也許啊 他想接這個機會 他覺得好玩 還要挑釁 測試一下 新政府的態度 你不讓我出去 我本來就不想出去 我每個月就跟你申請 跟你申請 還你的還喜 所以 我們的各個單位其實 不管是陸委會 或者內政部啊 其實你們應該想一套 讓馬前總統可以這樣 心服口服的 最後我要來 請教一下我們那個張主委就是說 兩岸這個敏感的神經 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看很多委員在問說 兩岸之間啊 你跟張志軍之間好像是 以毒啊都不回 不要洩氣啊 很合理啊 你知道嗎 互信還沒有建立啊 你不可能跟過去的所謂夏立元 過去的中國國民黨執政一樣 跟中國那個地方 那麼close那麼密切 不可能啦 第一個 兩個政府之間 過去的立場不太一樣 第二個 互動的模式 也不能跟過去一樣 過去是 台灣政府的 跟中國政府的交往的模式 是會讓民眾有疑慮的 但是啊 現在的政府 你必須要去匡政 過去那種 互動的一個模式之外 另外產生的一個新疑慮是什麼 民眾的疑慮是什麼 是說 你敢有靈力跟人衝得好小 還有將近四年的時間 這個部分啊 主委啊 你要好好努力啊 如果在兩個月 三個月 甚至一年 你都在那裡以毒不回 你也不能說 你這麼好的主委 做得很好 我只要以毒不回 那我來做也要以毒不回 我就擠到那裡就好啊 對不對 電話 我還假裝六支電話 誰在撥不拍 不回不回 我那在不回 這個也不對啊 所以這個 特別要努力啦 洪主委 好 謝謝 請回 接下來請賴瑞榮委員 謝謝主席 請張主委 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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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好 主委辛苦了 委員您好 主委 就任有沒有什麼樣的感想 這個工作確實不好做啦 的確 我想在兩岸的溝通上面 兩岸的事物很複雜啦 我想 溝通過 特別新政府成立之後的很多的 在跟大陸之間建立互信的過程中 我想是很不容易的一個過程 那你先跟主委打氣啦 請繼續努力啦 那我想接下來我先請教一下今天的部分 針對這個居留權的部分 我看一下主委的報告啦 你這邊有提到在 這個是101年的 11月14號送出來 然後後來因為戒期不連續 所以在今年的2月1號再送 那你有提到這個跨越新舊政府的時期啦 那 政府部門尋求最大的共識 那 落實新住民的一個實質的公平 配合立法案來進行法案的審議 我想請教一下 這樣的看法到底主委 對這個部分好像看來是原來 舊政府時代所提出來的一個法案 那到底 新的政府對這一塊的看法是怎麼樣 大的原則我們是希望說 大陸配偶 那麼他在申請公民權 整個所需要的時間 所需要的條件 能夠跟外籍配偶是相同的 這是一個大的原則 我們也希望營造一個環境 讓所有的新住民在台灣 都感受到說台灣是他們的新故鄉 能夠幸福快樂的生活 這是一個我們的大原則 就是要跟外籍配偶要是公平的 是一樣的這個申請條件 這件事情在那個新政府成立之後 跟包括內政部啦 國安局啊 或者是外交部有做過溝通嗎 因為我們接到這個東西的時間也非常的短處 所以這部分還沒有時間來溝通 我想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蠻重大的 那當然如果有延續性有持續性的話 也希望還是能夠再增強更多的部會間的溝通 是不是相關之間的看法 是不是都有一致性的看法 然後包括周邊的一些配套 整體的橫評措施是不是都兼顧了 這個也請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能夠再做更橫評的考量 也給立法院這邊更完整的一個建議方案 我想這樣子整體 因為它涉及到的還有包括像提到的 其他外籍的 包括大陸的 還有更多的一些 甚至於跟難民之間的一些 橫評上的一些原則 這個再請 如果有機會的話再能夠做一些演繹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看了一下昨天 今天報寶也有提到那個余政生主席 他在海峽論壇有提到了 這個大陸出行更便捷的一個建議 包括出台實施辦法會有一些調整 聽起來好像是台胞證的部分 會有一些些新的政策 不知道陸委會這邊有沒有掌握到 比較新的一些訊息 沒有 這個 有沒有其他的同仁可以幫忙回答的 有沒有更新的 我看了一下他講到 好像是一些卡式台胞證的問題 那是不是在相關電子簽證的部分 這一部分我們請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再來了解 這溝通啦 我想任何兩岸上的一些變動 都對國人的都有相當大的一些影響 我們希望陸會能夠更加的掌握 那這個也牽扯到了 剛剛主委提到了 這個跟張資訊主任 最近的溝通上面 比較沒有那麼順利 然後 我不知道事物觀層次的溝通上面 目前順利嗎 事物觀層級的 這部分就是說 繼續繼續吧 繼續來加以努力吧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覺得很多事情 的確都是需要溝通 來對話來解決的 好 這一塊還是請主委持續努力 陸而同仁持續努力 我想兩岸很多事物 還是必須要經過溝通 才能夠有更好的 雙方能夠更多的了解 還有更好的一些互動 那這一塊可能請主委 再持續來努力 可不可以請教主委 你這一段時間以來 有怎麼樣的方式嗎 跟張資訊主任那邊 有做過什麼溝通嗎 有撥熱線給他嗎 有的 不是熱線 因為熱線是在比較 比較緊急的狀況下的時候 緊急重大才會啟用熱線 我是用其他的方式 就是我上任的時候也曾經 大概多少次啊 總是說有釋出我們這一邊的 善意希望能夠兩岸關係 能夠繼續往前走 有這樣來釋出善意 好就請主委再持續 我想張資訊主任 我想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接上面的很多政策的決定 我想這個部分也不見得是全然他的 他的決定 我想他應該也是一個還不錯 因為那時候去陪陳菊市長去大陸的時候 也有見過他 人看起來應該是一個蠻善於溝通的人 跟您一樣是外交體系出身的 我覺得應該是好溝通的人 但是可能是上面的政策的問題 也可能請主委這邊再持續努力溝通 我想也大概只有更努力溝通 然後在政策面上面去做更好的一個妥善的處理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海基會的部分剛剛有提到 主委提到董事長的一些條件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提一下 董事長的 您認為適合了董事長的條件 最關鍵的條件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要能夠溝通 能夠讓這個海基海協會 能夠在雙方因為在交流過程當中相關的問題 能夠加以解決 能夠讓這個雙邊的關係能夠往前進 這樣的一個人選 我想除了溝通外 那個信任應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信任也非常重要 長遠上面就是這個 這個海基會的董事長 要扮演兩岸的一個事務性的角色的話 他也必須得到大陸那邊的比較信任的一個 那現在看起來服務起來的一些人選的上面 看來都是朝向這個部分在進行 就個別人選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來評論 不過我相信政府內部會討論之後 我們會找出一個最恰當的一個人選 我們希望那好 也希望這個部分能夠盡快的找到適合人選 然後盡快的我想確實也不容易 因為在現在兩岸狀況下 上面的上位的政策 會影響到這個人選的是否接任與否 他個人的意願 或者他未來能夠扮演的能力 我想這個都會牽扯到 我想也就請主委再持續努力 好 謝謝 那剩一段時間我是不是請教一下部長好不好 主委請休息一下 部長好 部長辛苦了 部長想請教一下 現在因為這一次的馬總統到 馬前總統到香港這個被 不能夠到香港這件事情 當然也很多人開始關注 到底 因為我們依照我們的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其實我們一些人員是需要做一些列管 那其實在看我們的下一頁 他有一些相關的人員 國家機密人員的部分 他必須要這個 他如果有辦理或者是核定國家機密的人的話 他必須要建黨名冊 那移送到內政部的移民署來做一個限制出境或通知當事 我不知道這個部分工作有完成了嗎 就 他問我們移民署 那 列管的期間 是三年 所以 從 105年5月20到108年5月19 那再來就按照原服務機關 針對每一次做決定 所以除了馬前總統外其他相關人員也都已經列管 只要合乎要件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各種不同 都按照這樣的程序來 好 謝謝 那再來有關於國安的高層人員的部分 這個部分有沒有要做相關的列管的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之前媒體有報導 這個國安高層人員希望可能在美國成立一些智庫 那國安高層其實也涉及到很多國家機密上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做相關的 完全按照這個制度來 照制度來走 就是如果他必須要列管的部分 他就 按照法律規定來 這個請部長也回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如果他是不是有相關的人員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李經緯也有提到 就是這一次的去參加海峽論壇的部分 包括胡志祥前市長 包括縣市首長也有去 那依照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其實 直轄市長或縣市長 就直轄市長離職未滿三年 其實是要報的 要經過核可由內政部會同 國安局跟法務部還有陸委會來審查 許可才能夠放行 這塊不知道 那胡前市長的部分有同意了嗎 這一塊 那因為各個不同的職位 他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就直轄市市長或是縣市長這個部分 那他按照規定他可以針對原來這個時間去佐減 那以他們現在的情形都已經超過了 超過了這個時間 所以 胡市長應該還沒有超過吧 胡市長他應該 三年內 三年內大概都還要那個 是不是他還在整個立管 他是不是應該有跟內政部來申請 有準嗎 以台北市跟台中市 其實他們自己可以決定縮減 那他們都是直管三個月 所以 胡市長市長縮為三個月 對 他沒有依照原先的列管 三年的時間列管 法律上 制度上他確實可以這樣做 那 所以我們看到 不同的等級 其實在這些制度上 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一切完全按照制度來 OK 所以胡市長市長這一次 他已經解除了相關的立管的程序 依照那個過去 所以不用報內政部來 相關來審查 沒有 他不必原機關 不必原機關來通 我想未來整套制度 也希望再有更周延的一些思考 好嗎 對 我們一切都按照現在這些制度來運行 好 謝謝部長 部長辛苦了 委員時間到 接下來我們請洪委員 主席請我們當主委 請主委 主委好 委員好 我想今天是審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那我想 我先從剛剛幾個委員再質詢 其實本席認為 你都有句實回答 有沒有 有 那你也是親切和蔼 沒有跟委員吵架 沒有 沒有 本席這樣子看下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想 那我想 本席從這個 紅樹豬的這個事件 來看一下 那個 主委 520 我們 我們蔡英文總統就職當天 那個總統府外表演的節目 你有沒有認真看過 有沒有看到 我有看一部分 有看一部分 那我想 有幾個部分 本席到現在 還是印象深刻 非常的感動 副總統 進到廣場 那陸軍 李炮 李炮 來迎接 那第五個階段 就是我們 蔡總統的演說 那第六個階段 就是 大合唱 美麗島 那第七個階段 那第七個階段 就是空軍 雷虎小組 雷虎小組的 這個沖場 那我想 特別 是在 這個第二個階段 台灣之光 這個節目 你有看到嗎 有 你大概應該 電視上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台灣之光 這個節目 它 動員了 一千個人 那它是由子豐車 劇團 劇團 那裡面還有學校的學生 新住民的團體 原住民的團體 還有我們台灣 傳統的鎮頭 那它裡面 是在演出 我們台灣四百年的 歷史 文化 產業 生活 跟這個運動的發展 那我想 這麼多的項目 那 紅樹豬的這個事件 那我們小英總統 也在臉書上 有發表 就是說 任何仇恨的言論 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任何群組的偏見 我們要立刻 停止 散步 那我們希望這個 多元 平等 尊重 包容 這些事項 可以在未來 我們更加的來推廣 那你認為這個小英主席的臉書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可以來更加的詮釋嗎 對 非常的贊成 就是說 不管是誰 從哪個地方來 我們都居住在台灣 我們也都認同這塊土地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族群不同的 都應該要包容尊重 應該都要想到說 我們是風與同舟 我們都是居住在同樣的這塊土地上面 那我想其實 紅樹豬的這個事件 我們在520的時候 我們的小英總統 已經將這樣的理念跟理想 希望說讓全國的人民都來知道 其實包括本席在現場 到現在 還在感動這個台灣之光 這個節目的演出 甚至有在場的鄉親 有在電視上看到的鄉親 也都大力的來稱讚說 這個節目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好 也希望說我們台灣 未來就是這個方向 大家一起團結合作 你可以繼續再講一下嗎 是 就是說 我們對於紅樹豬這樣的言論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不恰當 應該要給予嚴厲的譴責 因為任何 我們不應該來製造族群的 不同族群的任何的矛盾衝突 或者是說要來分化族群任何的行為 我們認為大家應該要團結一致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 就是說族群的融合 不同的來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 不同族群 都應該要相互的包容尊重 我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也是認為非常的重要 所以本期520去參加到現在 都一直記得這個台灣之光的節目 真的很想再看一次 那我想因為我們今天這個紅樹豬的事件 他是包括說有外省人的這個衝突 他刻意的去製造衝突 那包括說他 紅樹豬本身 他也一直說他原來是屬於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也是已經有發表說 這個紅樹豬跟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那是不是我請問一下那個內政部長 部長 那個我想我們的花次長 在6月11號 就已經有對媒體說過 那個台灣民政府 在內政部 他並沒有去立案 那你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對按照人民團體法 我們所規定的政治團體 或者是社會團體 尤其是社會團體 要經過一定的立案程序 那台灣民政府 並沒有按照人民團體法 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進行立案 我想那個台灣民政府 他們在宣導 包括說繳1500元 就可以獲得身份證 也不用 不用美國簽證 就可以直接到美國 那接受他們的上課 就可以成為他們的公民 甚至公務員 那繳交6000年 上課之後 可以申請這個民政府的車牌 也可以在未來執政之後 可以免12年的牌照稅 那再來就是 本土的台灣人 身份證責 免費唸大學 配房屋 那我想他寫的這些 事實上都是假的 你認為他寫的這些 是真的還是假的 相當多這些內容 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片面的主張 所以我想他們這個片面的主張 包括他們目前也號稱說 他們有4萬人 官員有3700人 那我想他們這樣的言論 是不是有詐欺 這個 有沒有詐欺 詐欺 刑法上的詐欺罪 必須有不法為自己所有這樣的意圖 還要使用詐欺 這詳細的認定 還是必須由有權機關來認定 這個個案是不是構成詐欺 因為當然也必須有相當有受害人 所以這個是相關機關會會依照這樣來處理 我想不管是任了一個團體啦 雖然他沒有跟我們政府來立案 但是他也是存在於我們台灣 我們希望我們台灣是一個族群融合的地方嘛 所以我想他們原來這個 紅樹豬本來是自稱說他是他們的成員啦 那現在透過民政府的解釋也是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我想民政府有講過這麼多的理念 希望說我們部理也可以好好的查一下 對我們社會有個交代可以嗎 我們都已經一直在掌握之中 其實這個案子不是突然出現的 民政府存在2008年就開始了 2008年已經存在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已經8年了啦 對已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那對這些我們當然都一直在掌握之中 那一個原則就是說 任何人民團體 那都不能違反既有的法律 不能違反既有的法律 要在既有的法律的機制之下進行 那如果有任何違法的 相關的機制都有處理的 都有處理的機制 我想這個團體如果有涉及違法 還是希望我們不離 依法來處置 謝謝 對 權責機關一定會按照這樣來處理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吳拉所言 主席有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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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好 部長好 請問您對紅素豬事件有何看法 我認為這樣跨越 跨越族群相互尊重 那的行為 確實是 非常不能接受 而且 對於 對於我們 這個社會去激化 這種社會裂痕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那非常不可取 以嚴厲的 嚴厲的這個譴責 您是在什麼時候看到 您有完整的看完 這 他這個 紅女士 他所拍的這個影片 的這個 就是完整的影片嗎 我了解 他是用 YouTube 連結到 連結到他的臉書 用這樣的方式 在傳播 那當然我也 我也從這個 電視新聞上看到很多片段 那 確實從這些內容來看 確實都是非常不恰當的 做法 從昨天到今天 陸陸續續的在電子媒體 或平面媒體 開始有人在評論 到底誰 有資格 把誰趕走 誰沒有資格 把誰趕走 但是本席作為台灣原住民族 我認為恐怕是相較於 在座的其他人 還比較有一點資格 來評論這件事情的人 因為不管是400年前來的人 還是1945年之後來的人 對台灣的原住民族來說 都是外面來的人 所以 我在這邊 要特別的提出 我個人的立場 我認為這位紅女士 完全沒有資格 在台灣 指揮其他人 滾回中國 尤其她沒有資格 以記者之名 因為她似乎有註冊 公民記者 拿著攝影機 來攻擊 騷擾 羞辱他人 然後濫用她的言論自由權 所以本席在這裡 要強烈並且嚴厲的譴責 這位紅女士 我們更不希望在台灣 有有心的在野黨 要刻意操作這個個案 要把它操作成政治的議題 我們認為說台灣已經是一個 擁有多元族群的國家 我們必須要彼此尊重 互相扶持 然後各個不同的族群 在台灣一起合作 才能促進台灣更加的進步 我不曉得部長您是不是同意 我這樣的說法 我同意 而且很敬佩這樣一個 大家相互尊重 相互欣賞 這樣一個共同體的 這樣的一個感覺 非常非常認同 不過最近 因為這個又有這個 包括國民黨 還有部分的政黨 當然還有很關心 這一件事情的委員 陸陸續續的 要提出這個族群平等法 或是反族群歧視法 不知道部長您對這件事情 有何看法 不過基本上我們是非常認同 族群的平等 然後能夠相互尊重 在這個大方向之下 在這個大方向之下 怎麼樣去努力推動 那當然各界都會有一些討論 包括立法在內 那當然我們會 我們會密切 密切注意這方面的 這個努力的方向 那其實我們曾經發生過 大家都很熟悉 或許還記憶猶新的郭冠英事件 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們記憶所及內政部 其實曾經提過 內政部版的這個族群平等法 可是呢 這個到後來是不了了之 您知不知道 這個族群平等法 它後來到底是為了什麼 結果也就沒有這個任何立法的進度呢 所以我有了解了一下 確實如果 如果我了解的沒錯的話 在劉兆玄院長的那個期間 那確實是有提到 這樣子的一些方向 那確實也有一些研議 一些討論 但至於怎麼樣到最後 沒有繼續推動 我其實還沒有很完整的了解 我要繼續來了解 以我所取得的訊息 其實當時的行政機關 多半是不傾向立這個法 您知道嗎 我要繼續了解之中 我希望部長就是說 要來積極的來評估 也要審慎的評估 這個族群平等法 或是反族群歧視法 那麼它的立法的必要 以及跟其他法律的漢格 以及適用性 包括這樣子的法律 有沒有可能侵害到憲法 維護的這個言論自由 當然我們也知道 言論自由不能侵犯 其他人的人身自由 不能做人身的攻擊 這是基本的 我想關於這一個 這個最近引發 這個軒然大波的 紅素事件 也希望內政部 可以審慎的來面對 然後想出這個 解決的辦法 包括我們在這個 審族群歧視法 內政部的立場 也要非常的明確 不過繼續要跟您 請教的就是 根據法務部主管的 國家機密保護法 26條 法務部主管的 國家機密保護法 施行細則 32條 還有您 內政部主管的 辦理或核定 國家機密 限職 退離職或移交人員 出境作業規定 前總統馬英九 如果要出國 他必須是在他 卸任之後的 三年之後 他才可以出國 我這樣的理解對吧 要再精確一點 不是說三年內 都不能出國 他只是被列管 然後他如果要出國 要原服務機關 那予以合定 那只要原服務機關 合定 他就可以出國 卸任三年之後 即便他要出國 每次出國 都要在出國前 20天之前申請 由原服務機關 也就是總統府 來審核準播 對吧 對 三年之內 是這樣沒錯 所以這就是 法務部主管的 國家機密保護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 事情細則 還有您所主管的 辦理或核定 國家機密限職 退離職或移交人員 出境作業規定 相關的辦法規定的 也就是說 包括馬總統 他要出國 要三年後 在列管期間 除非有特定的 特殊的需求 否則他要三年後 才可以出國 並且即便三年後 要出國 還必須在20天之前 提出三年後 然後就沒有列管 三年後沒有列管 但是三年內 必須按照這樣的程序 由原服務機關 何可 那對於馬總統卸任 沒有一個月 而且是在出發日 也就是6月15號之前 兩個禮拜 六月一號 才提出申請 那是不是 違反了 這個相關的規定 他有他提出的 他有他提出的考量 但是我們還是 按照制度來 因為是在三年內 那所以必須 所以必須 由原服務機關 何可 他要去的地方 是中國的特區 香港 您認為昨天 馬前總統的辦公室 說總統府 最後建議馬總統 用視訊發表演說就好 不要本人親自去 這叫做二殺台灣的民主 您認同馬總統辦公室 這樣的說法跟指控嗎 我們只是從 我們只是從這個 國境縣的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有經過何可 那我們就覺得他 我們就覺得可以 那如果沒有經過何可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所以事實上 對於怎麼處理 我們都尊重 權責機關的做法 那這個是 二殺台灣的民主嗎 你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這是馬總統的辦公室 想問你的問題 他說這個叫二殺台灣的民主 對 我可以聆聽一下委員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 馬總統要前往香港的要求 這是政治動物做的政治的動作 香港其實是個很特別的地區 香港不是英國 香港不是日本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認為這是馬總統想利用 他現在還剩下的一點價值 為中國觀點的九二共識奮戰到最後一刻 誓死宣誓效忠的動作 這是為了刻意的給蔡英文政府施壓 要讓新政府面臨政治壓力的政治動作 對於長久以來追求台灣民主發展的民進黨來說 馬總統的算計其實我個人認為這個才是扼殺台灣的民主 這個完全沒有法理法治的觀念 如果想要吸引美光燈 我認為其實不需要到中國去 這一點馬先生應該非常地了解 如果想要去香港吸引美光燈的話 我認為如果他是台灣民政府的總統 那當然當然可以去 但是如果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就免了 所以其實 部長您認不認同 我個人認為 其實台灣跟中國 必須進行非常健康 非常友善的跨國的溝通 維持現狀 維持和平 不要刻意的製造衝突 這個才是上策 您認同嗎 對大方向維持和諧維持互動 這其實也是現在政府在推動的方向 那關於這個入出國籍移民法 內政部您剛剛報告 我認為是趨於保守 可不可以請部長來說明 因為本席是主張刪除 移民法第16條第4項的時間限制 要求說既然我們要做好人 好人就不要只做一半 不要只開放1999年到2008年的 來台灣的無國級的屠博人 或者有人稱藏人 說只有在這段時間來的 才可以取得居留權 而是必須以兩公約的精神 讓2009年之後才來到台灣 甚至於呢 因為喪失這個 他的簽證或護照過期 而滯留在台灣的屠博人 也可以來解決他的居留問題 那您認為 您並不是頂樂觀其成 你還是要設定一個門檻 那主要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是非常積極的 來面對現在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問題是說 現在自台的藏人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就能解決 因為我們時間設定到現在 那所以所有現在的都能解決 並不是要 並不是有什麼樣的限制 那至於有關難民的部分 完整的以後難民法去處理 然後搭配兩岸關係條例 後面的一些連結的設置 所以未來比較整體的部分 我們也都比較完整的可以處理 那還需要大院在這樣 在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把每個配套都做好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入宿國 移民法十六條第四項 有了這個門檻的限制 那麼同時我們再來看 就是這個盟章文會 目前有一個這個作業要點 這個作業要點 第二點跟第三點 也設置了非常多的門檻 例如現在作業要點要認證 是必須我們看紅字的部分 以書面聲明系本會 自印度或尼泊爾地區來台訓練的藏族 或本人或他的父母 有藏族的出身證明 或印度政府發的西藏難民證明 還有這個2008年之後 也就是藏人行政中央給的綠皮書 除了滿足這一些書面的要求之外 還必須被面談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多階段的行政處分 其實有害於這些來求助的這個難民 或是屠博人 他救濟上造成非常多的困擾 所以稍後如果我們還有機會 就針對修法的時候 我想我們必須再多審慎的考量 我們可以了解這個行政機關 有國土安全的考量 但是其實人權還是必須要顧的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個要先休息還是要先執行 尊重執行的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 先休息 你講完再休息還是 好好好 那個趙天理委員講完 你們很急嗎 可以嗎 沒有問題 好 那就請趙委員 趙委員 我們就休息 謝謝主席的財事 這個再忍耐十分鐘就可以休息了 好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陸委會張主委 還有我們國安局第三處賴副處長 兩位好 兩位好 謝謝主席 對於這一次馬前總統申請赴港的部分 那我先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那待會我們會就教我們的主委跟副處長 針對昨天總統府所提出的四項理由 我們再深入的來跟各位就教 那我認為就是說 馬前總統是國家機密保護法所適用的第一位卸任的元首 那可是我認為他同時也是第一位在挑戰國家機密保護法的卸任元首 我比較詫異的是他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來進行這樣的挑戰 我認為他是在試探底線 他在試探新政府對於他這位卸任的總統 去香港或者甚至未來的中國大陸或其他地方的這樣的底線 我認為相較於他自己一直號稱他是依法遵法的一個政治領袖 我覺得相當的矛盾 更令人遺憾的是新政府依法可以準博 而這次採取的是駁回之後 他用的言語都不是法律用語 都是政治性的語言 我認為對於馬英九前總統來講是無比的諷刺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當然他又不斷的取出很多不倫不類的類比 說李前總統也前往了英國 可當時並沒有國家經營保護法 而且當時的時空環境 國人認為他前往英國 這麼樣的高規格的接待 是一個外交突破 跟馬前總統在民共兩岸的新執政黨 還在磨合的階段中 還在很辛苦的希望能夠彼此 未來讓更多和平發展找到一個基礎的努力過程當中 我認為他是在設下障礙 造成新政府的困難 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 其實是讓國人來講非常的不安 所以其實你只要去看現在的輿論反應 或者是網路上的反應 很多的你在這個臉書PTT上反應 國人是一片叫好 而且鬆了一口氣 所以我真的認為馬前總統 如果還要贏得我個人 以及這個台灣社會的尊重 他要靠戰戰的 要稍微的注意自己的觀瞻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接下來我要請教的是政府的看法 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提出的這四項理由裡面 其中一項就是其中前兩項都是跟機敏性有關 因為他經手的是全中華民國 其實我可以說是最機敏的一個人了 全國的所有的情資情報 他都在他手上 才剛剛不到一個月 而他所認為 儘管的這些檔案跟資料 我們還要釐清 而且他是第一位卸任元首 適用這樣的法律 所以整個制度也還在建立當中 我想要請教主委 當時在考量這樣子的一個機敏性的部分的時候 你們當時的想法是怎麼樣 因此做出這個結論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就是說陸委會 我們是書面的 書面提供我們的資料 以及相關的意見給總統府 那麼是由總統府的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來做成結論 而且總統府也非常的慎重 因為是第一個案例嘛 所以是由兩位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 跟國安會秘書長 那麼成立的專案小組 來做的一個決定 是 那在整個機敏性的部分 因為我相信 以馬前總統這樣子 不斷想要刷存在感的一個政治人物 這不會是第一次啦 他會一而再 再而三的再來挑戰政府的底線 給新政府設下障礙 讓兩岸想要長治九安的這樣的路程 出現了很多的石頭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人 我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新政 那他如果再繼續這樣來的時候 這樣一個機敏性的制度建立 是不是現在陸委會也好 整個新政府應該要繼續努力 把它建立起來的制度 是的 我看總統府新聞稿裡面 也特別提到 因為這第一個案例 未來會建立一個制度化 比較更制度化的 來處理未來可能發生的這個案例 好 馬前總統說 他連這個演講稿 都有呈上來給大家看 你有看過這演講稿內容嗎 這一部分我並沒有看到 那這一部分誰有看到呢 我想應該是說 專案評估小組 那麼他們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陸委會我們是 就是說書面提供相關的資料 所以是國安系統的 國安會等等的 就是包括總統府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 他們針對這個案子 所成立的一個專案小組 專案評估小組 來做成的決定 好 我對他的演講稿我也非常好奇 如果他的演講稿內容 因為這是一個出版業的 所謂的頒獎典禮 他如果能夠關切的是 很多在中國大陸被失蹤的 香港出版業者 他們的言論自由 他如果關切的是 剛剛過的六四 的相關的紀念 的室友 他能夠在香港的土地上 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他有做這樣的表達 或許大家對他 認為是一種突破或尊重 但我當然很可惜 你沒有看到這內容 我也沒有看到 如果他的內容 還是在大談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那這樣子不斷的給新政府 兩岸之間的執政黨 設下更多的障礙的話 那我真的會認為 他不僅在找 蔡英文總統的麻煩 他其實也在找習近平的麻煩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那我想請 主委先請回 我想請教一下是 國安局的部分 因為總統府專案小組的 另外兩點在討論的 都跟安全有關 所以我想請教您的是 其實馬總統也知道喔 所以他的反駁裡面 都不提國安 他提警察 他提的是 香港跟台灣的警察 有在互動跟交流 可是我要請教您的是 就你們的情資顯示 跟香港的合作經驗 馬前總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現任總統 卸任總統 他前往香港訪問的話 他可不可以有持槍的特勤人員 協助他前往香港地區 來保護他的安全 可以嗎 所以這部分 雖然馬總統是卸任的 但是依照規定 他還是一個特勤維護的對象 所以我們基於這個 特勤維護的一個需求 我們就希望透過陸委會 跟香港警方那邊做一個協調 就是他的協助不是一般的警察嗎 還是特勤人員對不對 國安相關的人員 配槍 那他可以去 香港可以接受他這樣做嗎 所以後來沒有結論 協調了沒有結論 他沒有同意 有協調沒有同意 有協調嗎 透過陸委會協調 我不曉得 這中間轉折是 當然我不是 因為特勤那個區塊不是我的 那沒有關係 那我想 待會兒或許 看主委或副主委願不願意 再來談一下 那個那個主委 就是有跟香港協調過嗎 他們到底同不同意 馬總統帶著配槍的人員過去 並沒有進展到這個階段 我的同事告訴我 是有非正式的跟香港方面說 馬前總統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程 可是香港方面倒是我們並沒有收到任何的答覆 但是並沒有就具體的就是說 完全沒有談到這個細節的部分 只是非常初步的技術方面 就是說假如馬前總統去的話 怎麼樣來申辦港簽的這個問題而已 是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真的太急迫 的確 我們常常都在想 我常常都不敢想像說 香港現在的狀態 其實那個我記得在中共的高層 日前才訪問香港 那是如臨大敵啊 為什麼 因為香港的言論自由 不斷的受到大陸當局 不斷的挑戰 再底線的破壞 再底線的破壞 造成香港在言論自由跟民主這方面 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 馬前總統是一再跟中共唱和的領袖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香港的知識分子 在那樣的一個場合裡面 他會感覺到特別的痛苦 他會特別想要救救 來自於民主選舉的中華民國卸任總統 你怎麼看待香港的言論自由 不斷上色這件事情 甚至雨傘的革命 雨傘的抗爭 也可能有很多民主派的人 是會在那裡進行壓力跟抗爭 或者他的講話 如果不符合中共的期待 搞不好也會有一些 建制派的民眾 他也會想要丟他鞋子 我們不容許我們中華民國卸任總統 在那裡受到侮辱 結果竟然沒有給新政府 任何討論的空間 協商的時間 就是我就是要去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相關的 國安的問題 我們在這邊鄭重的要求 陸委會跟國安局 他一定會再來申請 這件事情 就如同他的機敏性的考量一樣 都要同等重視 他的機敏的問題是 是攸關於我們台灣的國家安全 他的安全是攸關於中華民國的尊嚴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 趕快建立這樣的一個制度化的部分 而不應該讓這樣的一個國家的制度 國家的法令 成為馬英九先生在刷存在感的一個 兒戲的玩具 這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這一次謝謝你們把關完成 但是我們會希望的是接下來的部分 馬英九總統辦公室 如果真的有那麼誠意 想要來討論這樣的制度性的建立 請不要再做口水戰 好好的跟新政府做溝通 我們來討論說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制度 未來的出國的相關的項目 要怎麼進行會比較好 而不是一直出招 不斷的製造一些障礙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 真正能夠幫助兩岸發展 真正能夠幫助新政府施政的一個現狀 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請你們要繼續把關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進場 177年 181年 19GHz 190.190.190.21 20多年 192年 189.910 190.278.190.23 191.258.22 190.22 190.22 190.239.22 2012 2012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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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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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自己接纳难民的能力 这方面去考量 我相信类似这一类的问题 应该在难民法的个别主条讨论的时候 应该是作为考虑的课题 另外我们也看到说 中国对于同志的一个迫害 其实也蛮严重的 那我们也看到说 在2013年5月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过 中国长沙的同志团体 他们发起了国际反歧视同性恋 跟变性者的日子 他们有一个大游行 结果游行活动之后 所有活动的协调人跟相关的人士 在深夜的时候 全部都被警察拘捕 所以像这种情况 他们对于不管是争取女权 这种反性骚扰 反性侵害的这些女权的运动者 或是对于这所谓的同志者 他们也是不断的骚扰或是关押 所以事实上依照联合国的难民署 他也颁布了所谓的 关于难民妇女保护指导原则 还有有关性别相关因素迫害 遭破坏的保护指导原则 还有第9号针对性情相跟性别认同的 难民保护指导原则 那在这些指导原则里面 都希望说能够把性别难民 把它放进去 所以在本期就是对于这个难民法 当然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这个难民法 或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难民的部分 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性别难民 能够把它放进去 那其实呢 这把它放进去了之后 其实也在宣示就是要求呢 中国其实也能够重视这个性别的一个平等 那以及呢 对于同志的这个议题的一个重视 那对于他们的一个平等的一个要求 那另外呢 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难民的难民法呢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 其实是说一个月的时间要求 这个相关的单位去把这个 冲击影响评估弄出来 以及就是说你们的相关的配套的措施去做出来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两岸的关系条例的这个第17条 是跟那个难民法是相搭配的 所以主席是不是我们今天 是不是也就进入到主条 是不是也跟那个难民法能够一起搭配处理 我想这两个案子不能一起处理 因为前面的难民法是两个委员会 两个委员会一起开会 这个法案是一个委员会开会 所以我今天还是会进入主条 可是这里就牵涉到说难民的这个定义 那在那边的难民定义没有清楚的时候 那我这边是准用那边 所以这里就会变成是说母的东西没有出来 因为两个案子没有办法一起开会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协商的方式来处理 以上谢谢 我们还是希望是说难民法先通过 然后这个是随后通过 那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否则的话你是引用那一个准用那一个 结果那一个母法没有过 那这个先过的话会有很奇怪 好 谢谢 那我想那个部分我们协商的时候 在里面看 在里面看 接下来我们请林戴华委员 林戴华委员 林戴华委员不再请林德福委员 那边不接受 老师 这边不是一样的吗 对 主席 国务委员通人 是不是请陆委会的张主任委员 张主委 張主委我請教你 我想一位新任政府快一個月了 到現在為止 我想你本人有沒有跟張志軍有過任何的互動 到今天為止是沒有 沒有 會繼續努力 因您的經驗從媒體報導來看 陸方或張志軍不跟我方互動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九二共識 的關係 所以說這個到底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 那到底有沒有關聯 因您看 雙方當然對於所謂的九二共識 我們的這個認知了解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是一個新的政府開始 所以這一部分呢 繼續來溝通來說明 所以說你認為說 這個 我要確認說 是不是因為九二共識的關係 提及對岸時應稱中國大陸或大陸 是回歸中華民國憲法 依憲法鞏固中華民國主權 但是2011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卻批評說這是自我限縮主權 那請問張主委 當您稱呼對岸時會用中國還是中國大陸或是大陸 我會用中國大陸 會中國大陸 那本席再請教你 這個當您說到中國這一個一詞的時候 你指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不會用簡單的中國這兩個字 因為這樣的話可能大家的解讀認知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提到兩岸兩岸關係的時候 我們會稱對岸就是中國大陸 稱我們自己就是台灣 因為我們處理的是兩岸的事物 所以說是絕對是以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相對於我們這邊是台灣 兩岸從兩岸的這個觀點來處理 那個張主委我再請教你 因為一百年12月24日 陸委會這個新聞稿編號第115號 指出九二共識就是歌職爭議 務實協商 九二共識意涵就是一中各表 那也是2008年兩岸恢復 制度協商 這個制度化協商的重要依據 那我方主張一中各表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那請問張主委 你是我認同上面上述的主張 認不認同 我們不會用簡單的兩個字來描述 這麼樣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 那麼對於九二呢 我們就是尊重 尊重九二的歷史事實 這個歷史事實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求同存異 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個張主委 那個您表示說現在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 最重要就是維持現狀嘛 是的 對不對 那您的兩岸政策是否能夠 是否會維持陸委會前主委 夏立元主委的這種說法 您的看法 新任政府呢 我們是根據 根據就是說我們的政策 就是要維持和平穩定發展 我們會依據是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相關的法律規定來處理兩岸的事物 那個不是維持就是陸委會前主委夏立元的說法是不是 因為你維持現狀 其實維持現狀那時候是夏立元在當主委啊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跟對岸之間的一個 內涵 內涵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這個兩岸政策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精神就是說 民主的原則普遍的民意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張主委 這個夏立元主委那時候他的作法就是說 政府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秉持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及尊重對等互惠 這樣的一個原則 穩健來推動兩岸官方互動的對話 那因為這一個將近一個月來 那個張主委 你幾乎跟對岸可以說 這個都沒有任何的互動 那那個你認為說 這個這樣的維持現狀 你認為是你們現在因為維持現狀的 這個想法跟那時候這個 夏立元主委的想法是有落差是不是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就是說是九二的歷史事實 還有相互的這種 就是要求同存異 而且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來 因為交流互動 累積的成果方面來往前推動 那麼是遵循的是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還有就是要普遍的民意 來建立這個互信 那麼要來 繼續的來 對話 來繼續的來 溝通 來 這個諮商 張主委 因為馬前總統八年任內 陸委會主委 分別是 耐信元 王毅奇 夏立元 三任主任 張主委 都強調以中國大陸互動是基於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那請問張主委 您的兩岸政策是希望維持現狀 您的維持現狀 是否包含了九二共識 有或沒有 因為大家對九二的立場看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回歸到歷史的事實 我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 而且是秉持求同存異 這樣的一個精神 所以說 到目前為止 九二共識 這個 你說要維持現狀 其實現狀那時候 馬前總統他的現狀就是 根據九二共識嘛 所以說 能夠跟對岸有一個 大家能夠接受 有一些模糊空間 因為 所謂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那當然我們就是主張 我們中華民國就是代表全中國 對岸一直認為說 他們是中華的民共和國 代表全中國 所以說 有一些創造模糊空間的這些 這些地方 才能夠 這八年裡面 前八年 有一些好的互動 甚至於說 這個 簽了很多的這些協約 但是 這一段時間來幾乎 陸委會等於是 變成一個空殼制 也沒有任何的 跟對岸有任何的交集互動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能夠 繼續維持互動 讓兩岸 能夠取得一個 和平的共識 包括創造更多的民生經濟 我認為這才是人民要的 您的看法呢 我們也是主張跟對岸呢 要用溝通對話的方式 因為畢竟雙方經過二十幾年來的這個交流互動 還有很多的事情呢 都是需要雙方一起來透過這個對話來 才有辦法來進行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很有耐心的 持續不斷的來進行 那麼當然就是說 兩岸關係 這是兩岸都有責任 應該要從兩岸民眾的福祉來出發 我們要追求的是一種 就是互利 互利這個雙方 對雙方都有利的 這樣的一個原則 而且是根據和平的原則出發 那麼來推動雙邊關係 張主委 我想最後一個問題 立法院公報第89卷 第41期 那時候任陸委會主委 現在的蔡總統 那時候他是 這個陸委會的主委 蔡英文 蔡主委 面對立委尋答的時候 清楚的說出 政府的立場 是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還說 根據我國的 我們的憲法 這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那請問張主委 上述立法院的資料 你認為 他是不是 是不是有錯誤 我想兩岸關係本來是一種 原來就是一種變動的 不會都是維持 跟過去的狀況是一樣 那麼這個 蔡總統呢 他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也是執行當時的 總統的一個政策 而我們政策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點 就是說 民主原則普遍民意 所以就是說 民意的這個 他們 民眾 我們民眾的立場 我們的這個 一般的大眾的想法 都是政府在執行政策 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慮 好 我想 因為我時間到了 下次其他再來救駕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中嘉賓委員 中嘉賓委員 中嘉賓委員不在 請陳其邁委員 四個國安局第三處的副處 賴副處長 賴副處長 兩位 兩位好 國家機密保護法 它立法的一個目的在於 確保國家安全跟整個 建立整個國家機密的保護制度 所以國家機密保護法 你從第一條好好的仔細 把它看到 這個第三十條裡面 跟第四十一條 到四十一條的規定裡頭 他第一個他先把機密 分成等級 機密等級越高 那要 這個要熟密或者是 這個相關的這個 機密保存的這個 年限就會 最高比如說 這個絕對機密 他的保存期限是最久 那 這個機密當然是等級最低 那 涉密的人員 他當然也 包括接觸機密的一個等級 隨著他接觸機密的一個等級 所以對於機密跟 涉密的人員 他有給予不同程度的一個區分 那這個 當然就是為了要保護國家的一個機密 對不對 但是呢 國家的一個機密他也涉及到說 除了說文本的相關的一個資料之外 人的一個記憶啊 或者是說他所接觸 或者他涉及的一個機密的一個範圍 當然 因為他接觸機密的範圍不同 他也有不同的 這個等級的一個區分 所以在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頭 他就非常清楚的來規定說 這個 涉密人員 假如有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他出境的時候 他必須遵守 怎麼樣的一個程序 來做處理 所以在我們國家機密保護 施行細則的32條裡頭 他就賦予主管機關 相關的一個權限 來審核這些退職的 不管是政務人員 或者是事務人員 相關的他出國的一個程序 那換句話說 在32條裡頭的一個規定 他特別提到 包括他出境的行程 所到的地區或國家 他會面的人員 他涉密的程度 跟他索密的程度 根據這幾個因素 來做為準博的一個理由 所以法治的一個規定是如此 那我們就來看馬總統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很遺憾 昨天我們也看到總統府的一個聲明 對於總統府不准他出榜的這個理由 他提出了若干的一個辯解 那其中一個他講到香港地區 馬總統自己承認說 考量到香港是屬於兩岸三地 較為敏感地區 所以他只停留七個小時 那我不曉得 我們入委會的一個看法 對於香港 因為我們過去在修法的過程裡 港澳條例我們事實上 很少做一些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那97回歸到香港之後 香港變成特區政府 那考量到這些時空的一個變遷 馬總統自己也認為說 香港是屬於兩岸三地 較為敏感地區 那我不曉得主委你的看法怎麼樣 如何評價這件事情 我們也認為香港是屬於一個比較 比較有他的敏感性 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一個地區 那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 等於是說 他不是一個第三個國家 現在他是由中國大陸 所管轄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因素 是要比較多的 好 那個國安局呢 香港呢 香港是不是一個敏感地區 就情報工作而言 是不是一個敏感地區 是的 是的 理由呢 那目前還是中國的一個特定地區 好 那我接下來就請教一下國安局 馬總統假如真的是成形 馬總統假如真的是成形 那我們也假定說 國安局 那也順利跟這個 中國的這個公安部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單位也好 馬總統出席的地點 有哪些因素我們要特別考量 有哪些因素 就我們好啦 我們現在也不可能說派水戶去啊 對不對 我們也不可能 這一個有這個自視的這個 持槍的這個警衛啊 然後到香港地區啊 我們現在也沒有接觸啊 國安局跟香港有沒有聯繫管道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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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聯繫管道 沒有 所以你也不可能帶槍去嘛 好啦 那你就派一個這個 這個 警察 限職人員 就水戶裡面挑一個是警察 限職人員去 去到 演講的地方 那你要考慮什麼因素 你要特別考慮什麼因素 有沒有辦法 我的意思是說 它暴露這個 除了說它是情報的風險地區之外 它暴露在 安全的一個風險 有沒有做過評估 你們有沒有做過評估 當然相關的 它人身的一個安全的一個考量 對啊 我舉舉一個例子 地緣 這個地方 它所造成的風險 所衍生的風險 第二個 這個 即時的情資 是不是香港政府 能夠提供即時的情資 知道說 當地 是不是有什麼 也許最近的這個 其他的這個恐怖組織 或者是有什麼 要破壞兩岸關係 或者 這個對馬總統不滿 這些相關的人 我們國安局 在當地 是不是能夠跟香港的 包括警務處 或者是中國的公安部 取得即時的情資 這個是一個 我們必須特別 要去做考量的一個地方 我不曉得說 就你們掌握的這個 情況來看 這個是不是一個 對於馬總統來講 他的一個人身安全的一個 這個風險 是不是 就我說安全上來講 是 是不是 是 所以呢 所以呢 當地有沒有人員管制 因為他商業中心 當時 當地是一個商業中心 進出的人員很難管制 好 包括說 這一個 是不是 對於 開會的人員的這個過濾 或者是一定情況的一個掌握 這個我們有沒有禁止 有沒有 我們國安局有沒有做過 類似的一個評估報告有沒有 這個一般我們 這個 我的意思說 這個是不是要跟香港的警務處 或者香港的治安機關 取得某種程度的一個合作 跟聯繫 那才能夠確保馬總統去那邊的一個 人身的一個安全 確保他的一個安全的風險降到最低 是不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 基於這個特勤的一個需求 我們事先請委會跟那個 香港那邊做協調 另外 警政署那邊 有派駐澳門的 還沒有香港 有 兼辦香港的一個相關的一些協調 對 警政署那邊有 對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主委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你假如說馬總統這個此行去 你沒有 假設 能去 這個涉密程度這個姑且不談 他必須是在我們安全的單位 國安單位 跟對方 或者透過我們香港事務局 跟對岸來做協商 對不對 那你協商完 你把所有的情資 包括我們派遣的人員 是不是有自私的警力 這個武器裝備 你必須去做一個全盤考量 你才能夠確保馬總統去的一個人身安全 所以 我不太贊成說 這個馬先生 在他的聲明裡頭 他特別提到說 這個 過去可以 過去 李總統去哪裡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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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總統去哪裡可以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 那馬總統 他是卸任元首 你必須考量到 這個 他的一個人身安全 能夠把他的風險降到安全威脅 降到最低 是不是這樣 對 這也就是說 在整個評估意見裡面 我們也考慮到 因為香港 他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 從風險管理這一部分 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 我們沒有辦法確保安全 對不對 沒有辦法確保百分之百的零風險 所以這都是要列入考慮的因素 是 另外 所以 我認為說 就安全的因素 考量 這個必須是 未來 我看馬總統 大概這一次也不死心 那也許下次還有機會 馬總統會 去香港地區 或澳門 或甚至是到中國大陸 這個都有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 我認為國安局 就整個安全評估必須是 審慎的 考量到說 現任元首 他的一個人身的一個風險 能夠把它降到最低 這個是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假如 這個沒有辦法去取得相關的一個安全保障 或承諾 或者情報交換 這個馬總統 這一個部分 我們認為這個是 這個是風險非常高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國家機密的這個部分 那馬總統的 的講法 他大概說 這個以前 這個李總統卸任後 可以去英國 那為什麼我現在不能去香港 那剛剛 這一個 主委也特別提到說 不能去的理由 那包括馬總統自己也承認說 這個是香港地區 本來就是風險很高的 這個本來就是特別敏感的地區 那 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馬總統事實上 在他的一個回應裡頭 他根本絕口不提 他涉密的範圍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必須很清楚的告訴國人 這個 按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他所當時的一個立馬目的 他要保障的是什麼 他要保障的是國家的一個機密 他要保障的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安全 你就審核這個部分 本來 總統卸任之後 他就不是一般的一個 一般的一個元首 一般的平民百姓 他是涉及到說他所接觸的 這一個 國家機密等級 他是最高的 層級的一個等級 我們今天很難想像說 假如國安局局長 卸任後一個月 馬上跑去中國大陸 過去也從來沒有這種例子 我們也很難想像說 國防部長卸任不到一個月 就馬上跑到中國大陸 或者是 中國大陸的這個特區政府 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所以我支持說政府 就整個國家安全這個部分 馬總統所涉及的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盡速清查 包括陸委會所涉及兩岸的 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事務 包括過去馬習會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 機密的這些事項 我們都希望說 陸委會能夠用最快的這個速度 因為搞不好馬總統 過幾天啊 過了幾個月他又馬上提出申請 所以我們希望說 盡速的能夠 釐清這些相關的一個 涉密範圍 包括他所接觸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機密 這個相關的一個公文等等 這個做一個釐清 那等到這些釐清之後 那我們才來做馬總統 申請的這個 其他事項的一個審查 在沒有釐清涉密的這個部分 我反對說 我是贊成政府的一個做法 我反對說 在還沒有釐清涉密之前 在他的人身的安全 沒有獲得保障之前 我們 我核准馬總統去香港 所以我支持 總統府所做的一個決定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王毅民委員發言 然後我們到那個姚文志委員 執行完 我們再休息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 那個張主委 還有就是 國安局的 賴副處長 好 張主委 今天 昨天總統府 他不准馬總統到香港去演講 我很想知道 您作為陸委會的主委 您當中提供了什麼樣重要的意見 您是贊成還是反對的 這部分因為涉及到機密 沒有辦法跟委員報告 什麼機密 當然是從全體 你講了什麼 現在這邊是立法院 委員會 你講了什麼 有什麼不能說出來的嗎 什麼機密 這是沒有辦法 因為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那就是搞黑箱啊 你在搞什麼黑箱 所有在總統府裡面開會的總統府說 是你們各部會的首長提供的意見 他才做成那樣的報告 那你今天到這個委員會來 要求你報告你又不敢講 你是不敢扛責任嗎 你說了什麼話 你不敢講嗎 我們是把馬前總統過去 他自己所經辦的 曾經經過他的手的 那麼涉及到的業務 那麼列策呢 也承送給總統府 來做一個整體的考慮 另外就是根據 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的規定 從法規這部分 來提出我們從陸委會 我們從業管機關 來提出我們的一些建議跟看法 對啊 本席在問你 就是你提供什麼意見跟看法嗎 相關的內容是 沒有辦法跟委員報告 這是根據什麼規定 你這是依據哪一條法令規定 你在開會裡面提供的內容 不得向委員會報告 這是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那哪一條有規定 公務員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我們有守護國家機密的 這樣的一個職責 為什麼你發表馬總統 適不適合到香港去演講 這涉及到國家機密呢 這是你的意見跟立場跟看法 你為什麼不敢講呢 不敢表述呢 那你贊成還是反對你說嗎 我們要你講內容啊 你是不是反對馬總統到香港進行演講 陸委會的主委是不是反對 你講是或不是就可以了 我們從專業的角度 從陸委會的角度 從馬前總統 他的這個身分具有特殊性敏感性重要性 那麼從提供我們的看法 來供總統府來做一個裁決 所以是贊成還是反對 這麼簡單的答案也講不出來 這一部分 不敢講是不是 不敢講是不是 好 既然你不敢講 那你今天在回答委員的諮詢的時候 你說香港是風險敏感的地區 是這樣子嗎 作為一個陸委會主委 你現在認定香港是一個風險敏感的地區 我們認定上香港是具有它的敏感性 是一個敏感的地區 如果香港是一個敏感的地區 請問你怎麼詮釋現在中國大陸 是屬於什麼樣的地區 如果是作為一個卸任的國家元首 剛剛卸任要去 那麼這樣看起來 的確中國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在我們認定 是一個敏感的地區 要特別的來加以考慮 對 特別加以考慮是反對嗎 應該是說全面綜合 所以在各會會裡面就是陸委會反對 馬英九總統到香港去演講 這個是你們的主張 應該是說地區本身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並不是所有的因素 對 好 你說得太好了 地區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那你有沒有考量 今天馬總統到香港 他只是一個七個小時 而且是一個公開演講 而且對象是國際媒體 這個陸委會有沒有考量 所有的因素都會做全面的完整的 整體的來加以考慮 如果是一個七小時不過夜 全程公開媒體可以去採訪 而且對象是國際媒體這樣的一個場合 他從哪裡洩密 哪邊有高度洩密之餘 你說 保密本身呢 是一個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所必須要守護的 另外還有其他因素的考慮 比如說馬前總統 他的這個身份的問題 所以他個人的人身安全這一部分 像過去 你不要轉移焦點 剛剛本行問你的事 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這麼短的時間 而且媒體全程跟隨採訪 別忘了我們今天還有港澳辦事處的處長在 我們香港沒有住辦事人員嗎 他不能全程去跟嗎 你不會試他的整個活動的形態 狀態去加以考量嗎 這樣子的形態跟狀態 你都可以匡議是國安機密 洩密之餘 那請問什麼樣的活動狀態 才是你們可以允許的範圍 我想總統府他的答覆裡面 有四個理由 四個理由 所以就是說 我要請教的是 您是陸委會的主委 我再請教您的意見 您剛剛說地點只是考量之一 本行現在要問你的就是 如果以七個小時公開演講 這樣的形態 對象又是國際媒體 請問何來洩密之餘 哪一個部分你告訴本行 哪一個部分會洩密 馬前總統個人的部分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來加以評論 不過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身為一個剛剛卸任的元首 國家機密保護法從來沒有規定 卸任總統多久以後可以出國 多久不能出國 從來就沒有 三年的規定 三年以後就解除 那個是申請 不叫做不准出國 你那個法條看清楚好不好 三年內是要申請 所以不是代表他不能出國 你看懂了沒 他是可以出國 另外一個本校請教你的 你上任之後 到目前為止兩岸關係 都是倒退的狀況 根本無法維持現狀 你這個主委還能做得下去嗎 兩岸關係必須要耐心 到現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什麼都是倒退的 你怎麼維持現狀 你告訴本習 必須要耐心來加以評論 這不是靠耐心 而且兩岸都有責任 你有本事做好這個主委的職務嗎 我有信心做好我的工作 你有信心拿出你的本事來 拿出你的行動來 那目前倒退的這些現象 本習會問你一個最近的問題 我們最近可能要討論 觀光客跟班機的問題 對方要不要跟你談 你有沒有本事去跟他們談 六月底七月初 路客的人數跟航班 你有沒有本事去談 你說 觀光的問題我們也注意到了 也很認真的 這不是要注意到 你要告訴本習 最近的這一次 你有沒有辦法去談 會不會跟對岸談 我們的立場 希望觀光不要跟政治做連結 畢竟我們覺得兩岸人民的往來 有注意 你說得太好了 本習也希望你們很多議題 不要用政治操作的角度來考量 我們完全是從專業的角度來處理問題 哪一個方面 剛剛本習問你的問題 完全沒辦法回答 完全用專業的角度來 本習問你說一個七個小時的 沒有過夜的行程 而且是公開場合 而且是國際媒體在現場的 這哪一個部分涉及到洩密嗎 從全體的來考慮 比如說馬前總統 你又轉到全體 我告訴你這個活動形式 本身有沒有洩密之語 你又回答不出來 你的專業在哪裡 他個人的行為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來做任何的 這個 我有在聽喔 您說 您希望陸委會 去跟香港方面 做一些的聯繫 對不對 來確保一些國安的問題 是或不是 我們是基於這個 整個一個特勤 對象的一個 維安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 那陸委會做了沒 根本沒有能力做嘛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嘛 我們現在的陸委會喔 根本就是被打入冷宮 沒有功能 讓我們兩岸的關係呢 不是往前進 也沒有能力維持住基本的關係 而且還往後倒退 那這樣子 你要把責任推給我們的國安局嗎 國安局要求你陸委會去辦的事情 你連辦的能力都沒有 嚴重失職 我們謝謝王委員 我們現在請姚文智姚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我想先請陸委會張主委 請張主委 張主委您好 委員您好 辛苦了 剛剛王委員離開了 我本來想說借這個機會 借這個機會 提醒他也提醒你 因為剛剛提到 或許你這個回答時間不足 馬總統認不認為自己是一個 是一個機敏的身份 你覺得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 當然它是屬於 就是說處理這麼多的重大的國家機密 是屬於涉密人員 而且是涉密程度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樣的一位人士 所以其實王委員 現在離開了 主席也不在 馬英九前總統 他自己說 因為考量到香港屬於兩岸三地 較為敏感 這是他自己說的 是 自己說的 非常敏感 這個主委 你認為馬前總統 假使我們這裡放行 假使我們這個 昨天總統府的準博 並不一樣 準他 這個可以到 這個香港 你認為馬總統去進到香港 需不需要中國高層的同意 當然當然 一定 當然要對不對 對 當然要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政治的 政治的考慮 當然 因為就是說 以他的身份的話 當然是需要需要的 其實 大概我們在場 現在顧綠熊律師走進來 他現在要去香港 都要中國高層同意 對不對 像民進黨的立委 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政治考慮 所以馬總統他的身份 當然更敏感 所以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我們才卸任 才卸任的國家元首 沒有幾天 他就要進入 在中國高層 準與博 這樣的一個 一個政治條件底下 其實本習是 其實本習是其其以為不可 這個馬總統 這個我其實借這個發言 來告訴王毓民委員 馬前總統自己還說 他因為很敏感 所以他只去七個小時 有一句話更耐人尋味 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敏感 所以他七個小時 他就要回來 包括呢 他旅居香港的女兒跟女婿 他都覺得說不要見面 這一般人之常情 也看看女兒跟女兒碰個面 包括他也不去見面 所以我想 這可惜啊 可惜王毓民現在不在 我把這些 這個 讓他了解 他還問到一個問題 說 這個 馬總統有沒有泄密前科 主委 馬總統有沒有泄密前科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沒有 你錯了啦 你住外太久了 黃世民案 馬英九就是泄密啊 馬上就要被偵辦了 馬上就要被偵辦了 而且黃總長已經判刑了 那泄密不可能只有 一定是一個說一個聽 然後一個轉述 他有泄密前科 所以這個主委會提醒你 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我們其實很不願意提起說 這個可能也包括他前科的考量 但是 但是這些都足以證明 也都足以回答剛剛王毓民委員 好啦我花一點時間補充一下 但是我想今天 今天我們當然討論 入出國這個移民法 還有兩岸關係條例 我想今天這個主席又不在 這很可惜 這句話應該是 應該是給主席聽的啦 因為我們 我們在討論這些 我們有一個基本的 價值跟精神 這個價值跟精神就是 我們對人權 對人權的維護 那我們對這個族群 他的平等 我想都是民進黨政府長期 所追求的啦 包括最近這幾天 這個事件 那個張主委我請教你啊 你知不知道 當年 兩岸隔絕非常久對不對 是 那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 兩岸開始 這個有所互動 包括 包括 我想當年最感人的老兵 反家這件事情 1987年開始 你知道是1987年 那你知道推動的過程 是誰在推動 1987年 嗯 當時就是 呃 先是呃 經國先生他先 廢除了我們的動員勘亂時期的 臨時條款 那後來呢 當然就是 逐步的推動 我想歷任的總統 呃 包括 李前總統啦 呃 大家都是 等於是說歷任的總統 都有 這當然啦 這個 這是一個人道的考慮 那這個 後來 當時 當然 1987年的總統是 蔣經國 但是 老兵返鄉運動的推動啊 其實跟當年的民主化 啊 當年的 這個 包括像 整個社會的改革運動 啊 或者是政治的改革運動 啊 在1980年 啊 在那個 街頭狂飆的時代 啊 老兵返鄉的運動 其實是當時 啊 的黨 當時 從黨外到民進黨 啊 的很多人士來協助 是 1987年 啊 1987年 到 年底 這國民黨的中常會 才終於同意 但是在那之前 啊 這個張主委 其實 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啊 在那時候我是 我還在念大學 我來立法院旁聽 剛好 就跟 當年來立法院陳情的 何文德先生 啊 這是當年老兵返鄉運動 最重要的一個推手 啊 來 來立院旁聽 啊 在那個 那個時候 啊 已經隔絕了那麼多年 啊 然後 思念故鄉 啊 沒有機會 回去 誰在幫忙 啊 其實就是那時候的民主進步黨 啊 民主進步黨那時候還透過 當年的黨外雜誌 啊 前進雜誌 幫他們做什麼 他信也寄不回去 幫他們轉信 啊 在19 在那樣的年代裡面 啊 誰在協助 啊 其實這是 這是一個 民主進步黨 作為 啊 這個參與政治改革 啊 實踐台灣 啊 基本的人權 以及進步價值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政治團體 啊 不分黨派 不分族群 不分地域 啊 長期努力 啊 所推動的 啊 所以我想 最近當然這幾天 這幾天發生 這個所謂 這個友人 啊 這個 這個 假借記者大放 厥詞這樣的一個事件 啊 我們當然同聲譴責 啊 但是 也不要忘了這樣一個歷史 啊 這樣一個歷史 這個 有些族群 啊 有些 這個 特殊的人士 他受到了 歷史 受到了我們整個體制的壓迫 其實遠超過 遠超過 少數人 偏激的言語 啊 其實我們應該要了解 啊 那 事實上 呃 這兩天 開始有人提 包括我們招委啊 下禮拜要排 這個反族群歧視法 啊 事實上民進黨籍的委員 陳寅 許智傑 楊耀 蔡世穎 我們都 在三月份 大家都連署了 這其實是落實 落實兩公約 所以 消除一切形勢的種族歧視 國際公約 我希望 可惜啊 我們主席又不在 我希望我們要審這些法案 我們應該一起來 我們應該一起審 包括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在討論 這個難民法 討論兩岸關係條例 討論 這個 入出國以及移民法 這些牽涉到 新住民 不管是入配外配 他的相關的公民權利 這些 應該都是配套的 我們過去歷史 我們歷史的過程裡面 當然有些 有些 時空條件 然後以及各國的法令的不同 所以造成了一些出入 但是怎麼樣爬梳 讓這些非常清楚 我想這也是內政委員會的責任 所以這幾個法令 說今天 今天如果只要就單一的兩岸條例來討論 十六條來討論 我認為都有所偏廢了 我認為應該 當然這是我們招委不在 我認為 今天的會議 應該這幾個法案 一起來討論 然後把它釐清 實踐我們 對人權 主張 對 對 無歧視的 這個 價值目標 實現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要求 那同時 我們禮拜三 如果要排 這個反習制法 也一樣的道理 應該把成英委員 其他的委員 也都一起排 不要 這個 不要 有些事情一發生 見烈欣喜 忘了歷史 也忘了全盤的考慮 以上 我們謝謝姚文智姚委員 謝謝張主委 我們休息到一點 一點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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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過去好了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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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请 吴吴吴其民委员 请 请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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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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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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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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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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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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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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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 就是民進黨基本上就是東東壁法 民進黨在今天下午1點58分 即提出善罪動力 最強行接觸的道理 只要退役的進行 但是在社時的只能宣習 其實東東壁法就是最大的嚴妄為 法制的天正討論沒有辦公室進黨洪室 最後就是國泰侯之亂 國泰侯啦 暢徹律法院 抗示他兵務會這麼暴力 暢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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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泰侯之亂 暢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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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義式規則來啊 不開會又落跑 休息幾個小時進來 你這個人又跑出去又休息 我要帶給這種 我屁股欸 我屁股欸 你高雄而已 立法委員不開會 愧對選民 因為議案不好好的討論 那也不遵守議事規則 也不尊重 我們委員發言的一個權利 這個應該是給予原理的譴責 改天要叫人家去路過 他的服務處 在這兩次三班兩次這樣 破壞整個議會的進行的議事程序 這應該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給予怎意獻 咗咗... 一遵集的 ýc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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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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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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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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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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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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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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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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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